以赛亚书第一章,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作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意向,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诸天啊,要听,地啊,策耳而听。 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 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曹,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 哎,犯罪的国民,担住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了耶和华,惹动以色列的圣者怒气发作,往后退去。 你们卫肾膜,还要受责打?你们还要屡次悖逆,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 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轻肿,与心打的伤痕。 都没有收口,没有包扎,也没有用膏滋润。 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 你们的地在你们面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 仅存女子西安,好像葡萄园内的草棚,瓜田中的茅屋被围困得成意。 若不是大君知,耶和华给我们烧流于众,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会。 耶和华说,你们所现的许多祭物与我合一呢? 公棉羊的繁迹和肥处的枝油,我已经够了。 公牛的血,棉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 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意呢? 不要再献须福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 月朔和安息日并宣照的大会,也是我不能容忍的,守颜素会也是罪孽。 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他们便不耐烦。 你们举手祷告,我闭着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你们要洗浊,自解,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无负的断世,未寡负便去。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虽像诸红,必变如雪白,虽红如飞红,必白如羊毛。 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你们若不听从,反倒叛逆,必被刀锦吞灭。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忠心的成和静变为妓女。 这城从前充满了公平,公益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 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仓混,你的官场居心叛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 他们不畏无负的断事,寡妇的案件也不得乘到他们面前。 因此,主大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 哎,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 我必反手夹在你身上,炼净你的渣子,除净你的杂志。 我也必附海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附海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 然后,你必称为公益之城,忠信之义。 西安必因公平的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益的蒙救赎。 犯法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之消灭。 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蒙羞,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原子爆溃。 因为,你们必如叶子貂蚕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原子。 有权势的必如麻屑,他的工作好像火花,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 以赛亚书第二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见,论到由大和耶鲁撒冷的话。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立在珠山之巅,高举过于众领,列国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许多的民前往,说,你们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会必处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处于耶鲁撒冷。 他必在列国中间施行审判,也必斥责许多的民,他们要将刀打成篱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雅各家啊,你们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的缘故,是因他们从东方受添满,做关照的,像非历世人一样,并在外邦人中自乐。 他们的国也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又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 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敬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 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贵,所以不可饶恕他们。 当进入盐学,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可谓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人眼目的高傲必降伟卑,人性情的狂傲也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宠。 大军知,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又临到一切自高的,他必降违背。 又临到黎巴嫩一切高大的香薄树和巴山一切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和一切郡岭,又临到一切高台和一切坚固城墙,又临到他是一切的船只并一切美化。 人的骄傲必屈下,人的狂妄必祥悲,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宠。 至于偶像,他必全然废弃。 耶和华兴起,大地震动可怕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可谓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人必将他的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个人给自己敬拜而造的抛给田鼠和蝙蝠。 到,耶和华兴起,大地震动可怕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穴中和岩石鼎里,躲避耶和华的可谓和他威严的荣光。 你们修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甚魔呢。 以赛亚书第三章,看啊,主大军知,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仗赖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仗赖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 审判官和先知,通达的和长老,武师夫长和尊贵人,谋适何有巧意的,以及能言的便士。 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侠管他们。 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居的欺压,孩童必武慢老年人,卑贱人必武慢尊贵人。 那时,人在傅家拉住他兄弟,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 在那日,他避起誓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离我做百姓的官长。 耶路撒冷败落,犹大清党,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语,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 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好像索多玛一样,并不隐瞒。 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以恶报待自己,你们要对一人说,他必想服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接的果子。 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给他受报。 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侠管他们。 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 耶和华起来辩论,站住审判百姓。 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因你们吃尽葡萄园的果子,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 主大军之,耶和华说,你们打碎我的百姓,挫磨贫穷人的脸,是什么意思呢? 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众女子狂傲,行走挺向,眼目昧荡,翘步徐行,脚下叮当。 所以,主臂是西安众女子的头顶长凸窗,耶和华又赤露他们的私密处。 到那日,主臂除掉他们吸在脚上,叮当招摇的装饰,并发网,月牙圈,锁链,手镯,蒙脸的帕子,裹头巾,腿饰,头饰带,片子,耳环,戒指,鼻饰,可换的衣服,外套,头饰巾,弯曲的钉子,镜子,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 必有臭气代替心香,撕裂代替腰带,光涂代替美发,蚂蚁细腰代替凶势,烧伤代替美容。 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镇上。 他的城门必悲伤,爱好,他既荒凉,就必坐在地上。 以赛亚书第四章,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好除掉我们的羞耻。 到那日,耶和华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味荣华茂盛。 那时,盛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在耶路撒冷,有铭记在活人策上的,必成为盛。 主义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中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 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山一切住处,并个会众以上,白日创造烟云,黑夜创造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护币。 必有丈母,白日可以得阴避暑,也可以作为避难所,作躲避狂风暴雨的隐秘处。 以赛亚书第五章,现在我要给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 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甚肥美的山岗上。 他围了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造出鸭酒池。 他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也葡萄。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 我为我葡萄园还有甚么可做,是我没有做的呢。 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也葡萄呢? 现在,我去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其中的篱笆,使它被吃尽,又拆毁其中的墙园,使它被践踏。 我必使它荒废,不再被修礼,不再被除袍,经积极离道要生长。 我也毕命云不降雨在其上。 大军知,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 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生。 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田连田,以至不留余地,好使自己独置在地的。 沃尔文大军知,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 十亩葡萄园指出一罢特酒,一喝梅尔古仲直接依依法粮食。 火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直追到夜深,甚至阴酒发烧的人。 他们在沿席上弹琴,鼓塞,鸡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座位,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 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遭饥荒,他们的群众受浅渴。 故此,地狱自己扩张,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必落在其中。 卑贱人必被压服,勇士必将尾杯,眼目高傲的人也必将尾杯,唯有大军之,耶和华必因公平而崇高,圣洁的,神必因公义显位圣。 那时,绵羊膏必照常吃草,风肥人的荒肠,必被外邦人吃尽。 祸哉,那些以虚假之戏绳千罪孽,又像以套绳拉罪恶的人。 就是那些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座位,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的。 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祸哉,那些自视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 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吊农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一人的义夺去。 所以,火怎样吞灭碎阶,火焰怎样消灭康比,照样,他们的跟陛像朽雾,他们的花壁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弃掉大军之,耶和华的训会,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颤动,他们的尸首在街道上被撕裂。 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身不缩。 他必树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向他们发嘶声从地级而来。 看啊,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他们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 他们的剑快力,功也都上了弦,马蹄必算如尖石,车轮好像旋风。 他们要吼叫,向狮子,咆哮,向少壮狮子。 他们要咆哮抓食,又要坦然带走,无人救回。 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向海浪,喷轰。 人若忘得,只见黑暗愁苦,光明在诸天变为昏暗。 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驾崩的那年,我又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服垂下,遮满圣殿。 其上有萨拉夫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圣灾,圣灾,圣灾,大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力。 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框振动,电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火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因我眼见,君王大军之日,耶和华。 就有一萨拉夫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简从坛上取下来的,他将炭粘在我口上,说, 看啊,这炭粘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拆遣谁,并且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便说,我在这里,请拆遣我。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事实在听见,却不明白,看事实在看见,却不晓得。 要是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归正过来,便得医治。 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未止呢? 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尽是荒凉。 并且,耶和华江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就大有撇弃的事。 然而,境内剩下的人还有十分之一,这地仍要富貌,且被吃用,像断树,他们的叶子虽然散尽,树桩却仍存留。 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以赛亚书第七章,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由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叙利亚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去。 有人告诉大卫加说,叙利亚与伊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他百姓的心就都摇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 那时,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尽头,在漂泊之人田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 对他说,总要谨慎安静,不要因叙利亚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 因为叙利亚和以法莲并立马利的儿子,设下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归我们,在其中立他彼勒的儿子未亡。 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得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 原来叙利亚的守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 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利文。 耶和华又小于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 亚哈斯却说,我不求,我不是叹,耶和华。 以赛亚说,大魏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几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处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好叫他小的巨恶则善。 因为在这孩子还不小的巨恶则善之先,你所增悟之地,必为那二王所弃。 耶和华必使亚树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依法连离开游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 在那日,耶和华要发私生,使埃及江河尽头的苍蝇和亚树地的疯子飞来。 托门比飞来,都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雪里,和一切荆棘里把枝上,并一切的草丛上。 当那日,主必用大河外租来的剃头刀,就是亚树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进胡须。 到那日,一个人要养活一只小牛犊,两只绵羊,因为他们要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 到那日,繁重一千棵葡萄树,值银钱一千的地方,必尝荆棘和吉里。 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必为荆棘和吉里。 在必为除袍所挖的一切山上,所怕的荆棘和吉里必不到那里去,倒必成为放牛之处,为小牲口践踏之地。 以赛亚书第八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大书卷,拿人所用的笔写在卷中,论到马黑尔沙拉勒哈士罢斯。 我用了中信的见证人,纪斯乌利亚和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 我又与女先知同事,她就怀孕,生了一子。 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士罢斯。 因为在这小孩子将要小的教父教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卢物,必在亚述王面前夺了去。 耶和华又小于我说,这百姓既不肯受西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 因此,看啊,主使河中的水冲没他们,这水既蒙且多,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他必掌过他一切的水道,漫过他一切的岸,他必经过犹大,他必泛滥而过, 执掌到景象,以马内力啊,他展开翅膀,便满你的的。 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联合,必被打碎,远方的众人啊,你们当侧耳而听。 任凭你们竖起腰来,必被打碎,你们竖起腰来,必被打碎。 任凭你们同谋,必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耶和华以大能的手,只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结盟,你们不要说结盟,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畏惧,也不要害怕。 当尊大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 他必作为圣索,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 他们中间,必有多人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你要卷起法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律法。 我要等候那眼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 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西安山大军之耶和华来,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的。 他们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有灵史的核形巫术的,就是声音滋滋,言语难难的的。 百姓不当询问自己的,什么? 岂可为活人询问死人呢? 人当以律法和法度为标准。 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话相符,是因为他们里头没有光。 他们必经过这的,遭艰困,受饥饿。 他们饥饿的时候,必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赏望。 他们必复查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 他们必被赶入黑暗中去,以赛亚书第九章。 但幽暗必不像他从前所受的苦,那是他首先使西布伦的和拿夫塔利的受了小苦, 末后更曾以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列国的加利利的使他受大苦。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阴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你使这国民繁多,却不加增喜乐。 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又像人分卤物那样的快乐。 因为你已经折断他所付的重恶和肩头上的账, 并欺压他支人的棍,好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 战士在美战之间有纷乱的喊声,并拿滚在血中的衣服。 但这都必作为可烧的,并作火柴。 因有一因还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富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比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魏的宝座上以公平公正治理他的国,使国坚定,从今直到永远。 大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 这种百姓就是以法联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 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专强塌下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下了,我们却要换上香柏树。 因此,耶和华要立起力训的敌人来攻击他,并与他的仇敌彼此联合,前有叙利亚人,后有非利时人,他们张口要吞斥以色列。 既有这一切事,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身不缩。 这是因百姓并不归向那击打他们的,也不寻求大军之耶和华。 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宗之与卢尾。 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叫人的先知就是尾。 因为引导着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也就败亡。 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连续他们无负的并寡妇,因为个人都是伪善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欲望的话。 既有这一切事,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身不缩。 邪恶像火焚烧,火要吞灭荆棘和吉利,又要在稠密的树林中住起来。 他们就必如烟气上腾。 因大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昏暗,百姓必如火柴,必无人怜爱兄弟。 他必右边抢夺,仍受饥饿,左边吞吃,仍不饱足,个人吃自己绑壁上的肉。 马拿西吞吃以法连,以法连吞吃马拿西,又一同工基犹大。 既有这一切事,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身不缩。 以赛亚书第十章,火灾。 那些设立不义之律利的,和写下所化之恶归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毫以寡妇当作卤物,以无负者当作略物的。 到追讨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 没有我,他们只得屈身在被囚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 既是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身不缩。 亚书人啊,是我怒气的棍,他们手中拿我恼恨的杖。 我要打发他攻击伪善的国,嘱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辱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 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捡出不少的国。 因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诺岂不像加基米施吗?哈玛岂不像亚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革吗? 我手已经找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 我像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所行的怎样,岂不照样像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行吗? 主在西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说, 我必伐亚书王自大的心所接的果子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 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 我挪移众民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将其居民好像勇士。 我的手已经找到众民的财宝,好像人找到鸟窝。 我也得了权地,好像人拾其所弃的雀胆,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 也没有鸣叫的。 扶其可向用符砍木的自夸呢? 或是聚其可向用具的自大呢? 好比棍像那些举棍自挥的,或好比自举的杖,仿若无目。 因此,主大军之,主必使亚树王的风肥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他必使燃烧灼起,如火焚烧一样。 以色列的光必作火,他的圣者必作火焰。 在一日之间,必将他的荆棘和吉林焚烧吞灭,又要连魂代替,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烧灭。 他们必像拿军旗的荤过去一样。 他林中剩下的树壁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荷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纳吉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 你的百姓以色列虽多如海沙,只是有剩下的要归回,所定的灭绝必为公义充美。 因为,主大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的灭绝。 所以,主大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祝西安,我的百姓啊,不要怕亚述人,他要用棍机打你,又要照埃及的样子举仗攻击你。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所发的愤恨就要止息,我的怒气要向他们发作,使他们灭亡。 大军之,耶和华要为他兴起鞭来,好像在俄立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 他的帐层怎样临到洋海,照样他也要把帐举起,像在埃及一样。 到那日,他的重担必从你肩头取去,他的恶必从你景象除掉,那恶也必因告犹的缘故毁坏。 他来到亚叶,经过米吉伦,他已在密抹安放物件。 他们过了爱口,他们已在加巴住宿,纳玛人战京,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 女子嘉林啊,你要扬声呼喊,困苦的亚拿图瓦,要使这声被听见,直到拉矣。 马的米纳人迁移,鸡饼的居民聚集逃顿。 当那日,他还要仍在罗伯,他要摇动他的手,攻击女子西安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 看啊,主大军知,耶和华要以惊吓消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狂傲的必被降背。 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离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罚倒。 伊赛亚书第十一章,从耶稀的根壁处一丈,有一,苗义必从他根而生。 耶和华的灵壁,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 耶和华的灵,又必使他因敬畏,耶和华有活之时。 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 他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公正判断世上的谦卑人。 他必以口中的仗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 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使必当他肺腑的带子。 豺狼也必与眠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驼门。 牛必与熊同时,牛犊必与小熊同卧。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毒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鸡蛇的穴上。 在我圣山遍处,托门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到那日,必有一耶稀的根地做众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 他的安息必大有荣耀。 当那日,主必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胜的,就是在亚树,埃及,巴推罗,古石,以兰,士拿,哈玛,并种海岛所剩下的。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尤大。 以法联的极度也必消散,尤大的敌人必被减出,以法联必不极度尤大,尤大也不扰害以法联。 他们要向西非,铺在非利式人的尖头上,他们必一同掳掠东方人。 他们要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 耶和华必使埃及海的舌头全然灭绝,他要摇动他的手用,他的大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知失角。 必有一条大道,为他余胜的百姓就是从亚树剩下的,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以赛亚书第十二章。 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呀,我要称赞你,因为你虽曾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 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害怕。 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师哥,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井,欢然打水。 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赞,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地传扬在众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宠。 当想,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是甚是美好,这是普传遍地的。 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位至大。 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 你们当在高山树立大旗,向他们扬声挥手,使他们进入贵族的门。 我已吩咐我所分别位圣的,我又为我烈怒的缘故呼召我的勇士,就是那些因我于高位而欢喜的。 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族多民,有多国多帮聚集哄嚷的声音。 这是大军之耶和华点起打仗的军队。 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着全地。 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所以,人手都必疲乏,人心都必融化。 他们必害怕,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 他们必疼痛,好像阵痛的妇人一样。 他们彼此必惊奇相看,他们的脸必如同火焰。 看啊,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者的荒凉,他必从其中除灭罪人。 天上的众星群素,必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必变为黑暗,月亮也不放光。 我必因世人的邪恶刑罚世界,因恶人的罪孽刑罚恶人。 我要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 我必使人比金金贵重,使人比俄斐的金条宝贵。 所以,我大军知,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震动诸天,大地也必挪移,离起本位。 这必像被追赶的张鹿,像无人担起的羊,他们必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 凡被找住的必被刺透,翻与他们联合的必倒在刀下。 他们的孩童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 看啊,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他们并不注重银子,至于金子,他们也不喜爱。 他们的功也必击碎少年人,他们必不连敏妇人所生的,也也不顾惜孩子。 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迦勒底人所尊贵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 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 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把他们的羊圈设在那里。 荒漠的走兽道必卧在那里,可爱的造物必满了房屋。 猫头鹰要住在那里,山羊人必在那里跳舞。 众海岛的野兽必在他们荒凉的屋中呼号,龙必在他们华美殿内吼叫。 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以赛亚书第十四章,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在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外邦人必得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 众民必将他们带回本土。 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的外邦人为扑币。 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他们便挟制先前欺压他们的。 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惧怕,病人勉强你做赚人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 你必提起这真言,几次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合境熄灭。 金字的成合境止息。 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并关长的权杖。 那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侠制列国的,被逼迫无人阻止。 现在全帝德安息,想平静,人皆发声歌唱。 松树和篱笆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在无人上来砍伐我们。 在下的地狱就因你震动,他在你来的时候迎接你,他因你惊动在世曾卫首领的一切死人,他使那曾卫列国君王的都离位起来。 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味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 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坟墓,你吓扑的是虫,尚盖的是躯。 路西服,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依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坠落地狱,到坑中之旁。 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这人就是那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那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毁坏,那不打开被求者之劳的吗? 列国的君王,聚个在自己灵宅的荣耀中安卧。 唯独你被抛出你的坟墓,好像可增的枝子,也像被杀之人的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 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的后裔,必永不再有名声。 仙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使他们不得兴起,不得承受地土,不得在世上修满诚意。 大君之,耶和华说,因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胜的人,莲子戴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是巴比伦为尾千所得,又便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尽他,这是大君之,耶和华说的。 大君之,耶和华起了誓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 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树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这样,他家的恶就必离开他们,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 这是向全帝所定的旨意,这是向列国所伸出的手。 大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 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 亚哈斯王驾崩的那年,就有以下的末世。 巴勒斯坦全帝啊,你不要阴机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地生出鸡蛇,脱索生的必为会飞的火蛇。 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制死你的根,他必杀戮你余生的人。 门啊,应当哀嚎,成啊,应当呼喊,巴勒斯坦全帝啊,你都消没了。 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定期中并无独自义人的。 人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 比说,耶和华建立了西安,他百姓中的贫穷人必依靠他。 以赛亚书第十五章,论摩押的末世。 因为在夜间,摩押的叶儿变为荒废,跪于寂静。 因为在夜间,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跪于寂静。 他上到巴矣,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 摩押逼尼波和谜底巴哀嚎。 他们个人头上必然光秃,胡须必然涕静。 他们在街道上都避妖术麻布,在他们房顶上和街道上必具个哀嚎,眼泪汪汪。 西施本和以利亚利比呼叫,他们的声音要达到哑杂。 所以摩押带兵器的军兵必呼号,他必以自己的性命为苦。 我心要为摩押哀嚎,他的逃民逃到索尔一只三岁的母牛犊那里。 他们上鲁西坡,避随走随枯,在河罗念的路上,他们要因毁灭举起哀声。 因为宁临的水要成为干河,干草枯去,青草灭媒,青绿植物,一无所咬。 因此,摩押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 哀声便闻摩押的四径,其哀嚎的声音达到以激怜,哀嚎的声音又达到彼尔,以林。 狄们的水避满了血,因我要加增狄们的灾难,叫狮子来追上摩押逃脱的明河那地上所余生的人。 以赛亚书第十六章 你们当江绵羊羔羔奉到那地掌权的从希拉道旷野送到女子西安的山。 摩押的众女在亚嫩渡口,避向游飞的鸟赶离出窝的处。 求你定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五尖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命。 摩押啊,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求你做他们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 因勒索人的要绝禁,毁灭人的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 宝座必因慈爱兼力,他必成成实实,在大魏账目中坐在旗上,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 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他是极其骄傲,就是他狂妄,骄傲,愤怒,他的谎话却非如此。 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好,人人都要哀好。 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社的根基哀叹,他们必然忧伤。 因为西石本的田地和西比马的葡萄树都摔残了,一郊之民的君主折断了其中上家的侄子,他们来到雅县,流经旷野,他的嫩枝向外探出,直探过洋海。 因此,我要为西比马的葡萄树哀哭,与雅县人哀哭一样,西石本,以利亚利亚,我要以眼泪浇灌你,你为夏天的果子,为收割的庄稼欢呼的声音止息了。 从非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必无欢呼的声音。 踹久的,在他们酒诈中,必不得踹出酒来,我依使他们因葡萄欢呼的声音止息。 因此,我心腹要为摩押哀鸣如琴,我心肠为吉尔哈列社也是如此。 那时,见摩押人在高处疲乏,以致他要到他圣所祈祷,却不蒙英语。 这是耶和华从那时论摩押所说的话。 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顾公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那群众必被藐视, 余生的人必甚少无几,盈弱无力。 以赛亚书第十七章,论大马士革的末世,看啊,大马士革已被废弃,不在魏城,必便做乱堆。 亚罗尔的成义已被撇弃,成义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驼驼门。 并且,以法联弊不再有保障,大马士革也不再有国权,叙利亚所剩下的必向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大军之耶和华说的。 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削薄,他肥胖的身体必见瘦弱,就必向收割的人收敛和架,用手割取穗子,又向人在历伐阴谷,拾取遗落的穗子。 其间上有剩下的葡萄,好像人打橄榄树在锦上的枝梢上剩下两三个果子,在多结果的枝子上剩下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 当那日,人必仰望他的造物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必不仰望祭坛就是他手所住的,也不重看他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树从,是像。 在那日,他的坚固城,必向被撇弃的树枝,并支烧,就是他们因以色列人的缘故所撇弃的,这样,得就荒凉了。 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加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 栽种的日子,你使所栽的生长,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发旺。 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必为堆垒,或在,像海浪发生的多民,或在,像蒙水掏涌的列邦。 列邦必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要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风前的康,又如旋风前的卷瓜植物。 到晚上,不料有惊吓,未到早晨,他就没有了。 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分,是抢夺我们之人的定数,以赛亚书第十八章,或在。 埃塞俄比亚河外翅膀腹壁之地,差遣使臣在水面上,坐扑草船过海,说, 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分散被拨的国,从开国以来极其可谓的民大里去,是被惩罚,被践踏的国,那地被江河所坏。 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啊,他在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他吹号的时候,你们要听。 因为,耶和华对我说,我要休息,在我的居所思想,如同菜书上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 收割之先,发芽完全,花也成了江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取走砍下枝子。 他们要被撇给山间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飞鸟要塑在旗上,冬天,野兽都卧在旗中。 到那时,这分散被拨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谓的民,是被惩罚,被践踏的国,那地被江河所坏。 他们必将礼物奉给大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西安山大军之,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 以赛亚书第十九章,论埃及的末世。 看啊,耶和华成驾快云,必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就必在他面前被移去,埃及人的心也必在里面融化。 我必使埃及人攻击埃及人,个人兄弟攻击兄弟,邻居攻击邻居,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 埃及的灵性必在里面衰败,我必败坏其中的谋略。 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有灵史的,行巫术的。 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挟制他们,这是主大军之耶和华说的。 海中的水必绝尽,河也必消枚干涸。 他们必远离江河,首险的西河就必空虚枯浅。 尾子和香脯都必摔残。 靠河旁与河口的植尾,并凡沿河所重之物,都必枯浅,庄稼被风吹去,贵于无有。 打鱼的也必哀哭,在河道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 并且用上好麻造物的和那些织网子的都必爆亏。 他们所造的水闸与为于所造的池都被打碎。 索安的首领诚然是愚昧人,法老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 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 他们在哪里呢?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 大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 索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人,罗伏的首领都受了迷惑,连那些为其中之派所倚靠的也诱惑了埃及。 耶和华是怪谬的灵魂在其中,他们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 埃及中,无论是头或尾,宗之或鲁尾,所做之功都不成就。 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富人一样,他们必因大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摇动的手,害怕恐惧。 尤大帝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尤大帝,谁心里就害怕,这是因大军之,耶和华向埃及筹算所定的。 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大军之,耶和华启示,有一成必称魏灭王城。 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魏,耶和华驻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魏,耶和华立的一根柱。 这都要在埃及地位大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 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个救主作尊大者,拯救他们。 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 耶和华必击打埃及,他又击打又医治,如此,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并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 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树去的大道。 亚树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树,埃及人要与亚树人一同侍奉,耶和华。 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树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 他们必蒙大军之,耶和华赐福,说,埃及,我的百姓,亚树,我守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 以色列书,第二十章,他而探到亚石图的那年,那时,亚树王撒尔根打发他,他而探攻打亚石图,将成功取。 当时,耶和华借着亚摩斯的儿子以色列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 以色列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 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色列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预兆奇迹。 照样,亚树王也必掳去埃及人作备求的,且掠去埃塞俄比亚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臀骨,使埃及蒙羞。 以色列人必因所指望的埃塞俄比亚,所夸耀的埃及害怕羞愧。 那日,这岛的居民必说,看啊,我们素所指望的,就是我们为托离亚树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 我们怎能逃脱呢? 守望的呀,夜里如何?守望的呀,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 论阿拉伯的末世,抵旦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 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 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翘的刀,并上了闲的宫与战士的重灾。 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积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积达人的勇士,必然减少。 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说的,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论异象谷的末世。 你如今有甚模式,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 你这满处扰乱,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城啊。 你中间被杀的人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 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 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从远方所逃的。 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要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民女子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 因为,主大军之,耶和华是异象谷有极难,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打倒珠山。 以兰带着剑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急而揭开盾牌。 你家美的古壁便满战车,也必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 他显露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树林中五倍的库。 你们也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你们便聚集下池的水。 你们又竖点了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 你们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井,可成就池的水。 你们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 当那日,主大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 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大军之,耶和华在我耳中启示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 这是,主大军之,耶和华说的。 主大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这掌银库的,就是加载舍伯纳,说,你在这里做圣魔呢? 你有圣魔人在这里,好在这里为你自己凿坟墓,好像人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 看啊,耶和华必将你强然掳去,定必遮盖你。 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必在那里死亡,你在那里荣耀的车,也必做你主人家的羞辱。 我必敢逐你离开关职,他必从你的原位将你撤下。 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我又要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细紧,将你的正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 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如此他必要开,无人能关,他必要关,无人能开。 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 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 大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壁除去,被砍下落地,挂在旗上的重担,必被剪断。 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以赛亚书》第23章论推罗的末世。 他试得传之,你们都当哀嚎,因为推罗变味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禁之路。 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咸语他们的。 沿岛的居民,就是你这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 借着大水,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 西顿啊,你当惭愧,因为海洋说,就是海中的力量说,我没有阵痛,也没有分娩,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处女。 当这风声论到埃及,他们就必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 推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岛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 他的脚要亲自带他往远方寄居。 推罗本是戴冠冕的城,他的商家乃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 是谁设下这计谋,攻击这城呢? 这是大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荣耀的高傲,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 女子他师啊,可以留行你的地,好像一道河,不再有能力。 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他已经吩咐攻击商城,拆毁其中的宝障。 他又说,你这手欺压的处女女子西顿啊,你必不得再欢乐。 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你也不得安歇。 当观看迦勒底人之地,这民向来没有,直到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立了这国。 现在他们建楼,筑起其中的宫殿,后来他使他成为荒凉。 你们他师的传之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力量变为荒场。 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照着一王的年日,七十年后,推罗必如妓女般歌唱。 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留城内,巧谈多唱,使人在想念你。 七十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转向他的雇家,与地上的列国兼颖。 他的货财和他的雇家要归耶和华为上,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未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 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看啊,耶和华始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 那是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竹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 地壁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 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的高傲人败落。 并且地被旗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改了律例,背了永约。 所以,地已被咒诅吞灭,住在旗上的便为凄凉,因此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欺赏。 辛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巨斗叹息。 鸡鼓之乐止息,快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 他们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 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庇护,使人都不得进去。 在街上饮酒有呼喊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 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静静。 那时在地上的民中,必像摇过的橄榄树,又像以斋的葡萄,所剩无几。 他们要扬起声来,歌颂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大声歌唱。 因此,你们要在火中荣耀,耶和华就是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 我们听见,从地级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一人。 我却说,我销售了,我销售了,我有货了。 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 地上的居民啊,恐惧,线坑,网罗都临近你。 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线坑,从线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 因为在上的窗户敞开,大地的根基震动。 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动摇了。 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要被挪移,好像草棚, 醉过在旗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负起。 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 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猎亡。 他们必被聚集,向囚犯被聚在坑中, 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 于是,月亮要惭愧,日头要蒙羞, 那是大军之,耶和华必在西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 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 以赛亚书第25章, 耶和华呀,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命。 因为你曾行过奇妙的事,你古时所定的尽是中信城市。 你曾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 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未成,永远不再建造。 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为你。 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 你就做贫穷人的力量,做困乏人急难中的力量, 做夺暴风之处,做必炎热的阴凉。 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 就是以云营使热气消散,强暴人的只子必被削下。 在这山,大军之,耶和华必为众民用肥肝舍摆盐洗, 用渣子上的酒和满水的肥肝,并渣子上的纯酒摆摆盐洗。 他又必在这山除灭遮盖众民之物和遮蔽列国蒙脸的帕子。 他必得胜吞灭死亡, 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全地上他百姓的责罚。 因为这话是耶和华所说的。 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 我们速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 这是耶和华,我们速来等候他, 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必被践踏在他以下, 好像甘草被践踏,堆为粪堆。 他必在他们中间伸开手, 好像附水的伸开手附水一样, 他必使他们的骄傲和他们手所夺的财物一并败落。 他必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青岛, 拆平,直到尘埃。 以赛亚书第26章, 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 我们有坚固的城, 神要枪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锅。 你们当敞开城门, 使守真理的一民得以进入。 艰辛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倚靠你。 你们当倚靠, 耶和华直到永远, 因为主耶和华是永久的力量, 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 将成拆毁,拆平,直到尘埃。 脚要将他践踏, 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 义人的道是正直的, 治政治职者呀, 你秤渡义人的路。 耶和华啊, 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 我们心里所切勿的是你的名, 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 夜间, 我心中切勿你, 我里面的灵, 窃窃寻求你。 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 地上的居民就必学习公义。 以恩惠带恶人, 他仍不学习公义, 在正直的地上, 他必行是不义, 也不住看耶和华的威严。 耶和华啊, 那是你的首高举, 他们也不观看, 但是他们必看, 又因自己向百姓所发的嫉妒而爆溃, 你敌人的火必吞灭他们。 耶和华啊, 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 因为我们所做的事, 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在你以外, 曾有别的主管侠我们, 但我们专要倚靠你, 提你的名。 他们死了, 必不能再活, 他们去世, 必不能再起。 因为你以刑罚他们, 毁灭他们, 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了。 耶和华啊, 你增添国民, 你增添国民, 你得了荣耀, 又扩张地净, 直到地基。 耶和华啊, 他们在急难中寻求你, 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 他们就清心涂胆祷告你。 妇人怀孕, 临产疼痛, 在痛苦之中喊叫, 耶和华啊, 我们在你眼前也是如此。 我们也曾怀孕疼痛, 所产的镜像风一样, 我们在地上未曾行慎魔拯救的事, 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 你的死人要复活, 与我的尸首一同兴起。 睡在尘埃的啊, 要兴起歌唱, 因你的甘露, 好像菜书上的甘露, 地也要逐出死人来。 我的百姓啊, 当进入你的内室, 关上你四围的门, 彭腐隐藏片时, 等到愤怒过去。 因为看啊, 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 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 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 不再掩盖被杀的人。 以赛亚书第二十七章, 到那日, 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 刑罚水怪, 就是那长刺的蛇, 刑罚水怪, 就是那曲形的蛇, 他又要杀海中的龙。 当那日, 你们要指着他唱歌说, 这是出红酒的葡萄园, 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必适可浇灌, 我昼夜看守, 免得有损害他的。 我心中不存裂诺, 谁用荆棘吉利与我交战, 我就越过他们, 把他们一同焚烧, 不然, 让他持住我的能力, 使他与我和好, 这样, 他必与我和好。 他必是雅各所处的扎根, 以色列要开花发芽, 果实便充满世界。 他击打他, 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的人吗? 他被杀戮, 岂像那些被他杀戮的吗? 他发肠的时候, 你必相机遇与他争论, 刮东风的日子, 他将暴风止息。 所以, 雅各的罪孽得赦免, 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孝, 全在乎此, 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 都如同打碎的灰石的时候, 树从河相必不利器。 只是坚固城必至凄凉, 居所也必废弃, 被撇下像旷野一样, 牛犊必在那里吃草, 在那里躺卧, 并毁坏其中的树枝。 枝条枯干, 必被折断, 妇女来点火烧着, 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 所以, 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 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 以色列人啊, 到那日, 耶和华必从河道, 直到埃及小河, 打落你们, 将你们一一地收据。 当那日, 必大发号声, 在亚树地将要灭亡的, 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 都要来, 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 耶和华, 以赛亚书第28章, 火灾。 以法连的九徒, 住在肥美谷的山上, 被九所剩, 他们心里高傲, 以所夸的未冠冕, 犹如江残之花。 看啊, 主有一大能大力者, 像一阵冰雹, 像毁灭的暴风, 像掌溢的大水, 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 高傲的冠冕, 以法连的九徒, 必被踏在脚下。 那荣美江残之花, 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 必想下令以前初熟的果子, 看见这果的就注意, 一到手中就吞吃了。 到那日, 大军之, 耶和华必作他余胜之民的荣官华勉, 也坐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审判之灵, 并成门口打退他们的力量。 就是这地的人, 也因酒错误, 因浓酒偏离正路。 祭司和先知, 因浓酒迷糊, 被酒所困, 因浓酒偏离正路。 他们错解异象, 谬行审判, 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和污秽, 无一处干净。 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 要使谁明白道理呢? 是那些刚断乃离怀的。 因总要命上加命, 灵上加令, 律上加律, 力上加力,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原来, 他要集笨拙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 对着百姓说话。 他曾对他们说, 这是安息, 是你们要使疲乏人得的, 安息舒畅, 乃在乎此。 他们却不肯听。 哪知, 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 是命上加命, 令上加令, 律上加律, 力上加力,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 而且跌碎, 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所以, 你们这些泄漫的人, 就是狭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 要听耶和华的话。 因为你们曾说, 我们与死亡立约, 与地狱结盟, 敌军如水, 掌漫经过的时候, 必不临到我们, 因我们以谎言未避难所, 在虚假以下藏身。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宝贵的仿角石, 稳固的根基,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我又将公平放在准绳, 将公义置于陷塌, 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难所, 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 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 必然废掉, 与地狱所接的蒙, 必理不住, 鞭子如水掌漫经过的时候, 你们必被他践踏。 他自发出的时候, 便将你们掳去, 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 白昼黑夜都必如此, 要明白所传的必突然劳累。 原来床短, 使人不能疏身, 被窝窄, 使人不能遮体。 耶和华必兴起, 像在皮拉新山, 他必发怒, 像在鸡垫谷, 好做成他的功, 就是非常的功, 成就他的事, 就是奇异的事。 现在你们不可计较, 恐怕捆你们的绑锁更结实了, 因为我从主大军之, 耶和华那里听见, 已经决定在全地上, 施行灭绝的事。 你们当侧耳, 听我的声音, 留心听我的言语, 那耕地未要撒种的, 岂是整天耕地呢? 他岂开垦霸地呢? 他拉平了地面, 岂不就撒种小茴香, 播种大茴香, 在好味种小麦, 在定处种大麦, 在其处种黑麦呢? 因为他的, 神教导他物浓相宜, 并且指教他。 原来打小茴香, 不用打梁的器具, 斩扎大茴香, 也不用车轮, 但用杖打小茴香, 用棍打大茴香。 做饼的梁骨是压碎的, 因为他从不打他, 又不用车轮斩扎, 也不用骑马地践他。 这也是出于大军之, 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 他的座位极美, 以赛亚书第29章, 或在亚里伊勒, 亚里伊勒大魏所著的城, 任凭你们年上加年, 任凭他们宰杀即生, 我却必使亚里伊勒困难, 那里就必有愁苦悲伤, 我必以他为亚里伊勒, 我必四位安营攻击你, 助磊围困你, 造台攻击你, 你必败落, 从地中说话, 你的言语必微细处于尘埃, 你的声音必像那有灵史之人的声音处于地, 你的言语必细语微微处于尘埃, 并且你外邦人的群众, 却要像细尘, 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康, 这是必顷客之间忽然临到, 大军之, 耶和华必用雷轰, 地震, 大声, 狂风, 暴风, 并吞灭的火焰向你讨醉, 那时, 攻击亚里伊勒列国的群众, 就是一切攻击亚里伊勒和他的宝障, 并使他困难的, 比如夜间异象的梦境, 这必像饥饿的人, 梦中正在用餐, 醒了仁爵复空, 或像口渴的人, 梦中正在喝水, 不料, 醒了仁爵发昏, 心里想喝, 攻击西安山列国的群众, 也必如此, 你们单言, 惊起吧, 你们呼喊叫号吧, 他们醉了, 却非因酒, 他们东倒西歪, 却非因浓酒, 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 封闭你们的眼, 他蒙盖先知, 并你们的观掌和先见, 所有的异象, 你们看如封筑的书卷, 人将这书卷交给十字的, 说, 请念吧, 他说, 我不能念, 因为是封住了, 又将这书卷交给不十字的人, 说, 请念吧, 他说, 我不十字, 所以, 主说, 因为这百姓用口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血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 不过是受人的训词所教, 所以, 看啊, 我在这百姓中, 要行奇妙的事, 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 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祸灾, 那些像耶和华深藏谋略的, 又在暗中行事, 说, 谁看见我们呢, 谁知道我们呢, 你们把是颠倒的理, 定必被看如陶匠的泥, 被制作的工, 岂可论造制作他的说, 他没有制作我, 或是被创造的误论造物的说, 他没有聪明, 黎巴嫩变为肥田, 肥田看如树林, 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 那日, 龙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 瞎子的眼必从迷蒙, 从黑暗中得以看见, 并且谦卑人必因, 耶和华增添欢喜, 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 圣者快乐, 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 谢曼人已经灭绝, 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出, 他们因一句话定征颂的人未有罪, 未成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 为虚无的是驱网一人, 所以, 就熟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 雅各如今必不再羞愧, 面容也不致变色, 但他看见他的重子, 就是我守的工作在他那里的时候, 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 必尊雅各的, 圣者为圣, 必敬畏以色列的, 神, 灵里迷糊的必得明白, 发愿言的必学道理, 以赛亚书第30章, 耶和华说, 火灾, 这叛逆的儿女, 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 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 以至罪上加罪, 起身下埃及去, 并没有求问我, 要靠法老的力量, 加添自己的力量, 并投在埃及的音下, 所以, 法老的力量, 必做你们的羞辱, 投在埃及的音下, 要为你们的惭愧, 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 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 他们都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修, 那民并非帮助, 也非利益, 只做羞耻凌辱, 论南方牲畜的末世, 他们要把财物拖在驴居的尖头上, 将宝物拖在骆驼的若鞍上, 进到艰难困苦之地, 就是撞狮, 老狮, 腹蛇, 会飞的火蛇之地, 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 埃及人的帮助避归途然, 没有益处, 因此我论到这是说, 他们安然而坐, 这便为他们的力量, 现今一去, 在他们面前, 将这话写在板上, 记在书上, 以便传流后世, 直到永永远远, 人好晓得, 这是叛逆的百姓, 说谎的儿女, 不肯听从耶和华训会的儿女, 他们对仙剑说, 不要看望, 对先知说, 不要向我们预言畏正的事, 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 讲鬼诈的预言, 你们要离弃正道, 偏离直路, 不要在我们面前, 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 所以, 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 因为你们藐视这话, 依靠欺压和乖僻, 以此畏仗来的, 故此, 这罪孽在你们身上, 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 顷刻之间忽然倒塌, 他要打碎, 好像把陶匠的瓦器打碎, 他必不顾惜, 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 可用以从炉内取火, 从坑中摇水,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 你们转回安息就必得救, 平静信靠就必得力, 你们镜子不肯, 你们却说, 不然我们要骑马逃走, 所以你们必然逃走, 又说, 我们要骑飞快的圣口, 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 一人斥责, 必令千人逃跑, 五人斥责, 你们都必逃跑, 以至剩下的, 好像山顶的旗杆, 刚上的大旗, 因此, 耶和华必然等候, 好身给你们, 必然兴起, 好怜悯你们, 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 反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百姓必在西安, 在耶路撒冷居住, 你必不再哭泣, 他必因你哀求的声音, 大大声给你, 他听见哀声的时候, 就必应允你, 主虽以艰难给你们荡饼, 以困苦给你们荡水, 你的教师却不再被迁移到角落处, 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耳必听见你后边有话, 说, 这是正路, 你们向左向右的时候, 要行在其间, 并且, 你雕刻仲像所包的银子, 和铸造仲像所装饰的金子, 你们要垫屋, 你要抛弃, 好像抛弃北京所染的衣服, 对他说, 去吧, 那时, 他必降雨在旗上, 使你撒肿在地里, 并使地所出的粮, 肥美丰盛, 当那日, 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 耕地的牛和驴居, 也必吃干净的料, 这料是用铲子和波脊扬净的, 在大型杀戮的日子, 高台倒塌的时候, 各高山刚陵, 必有川流河涌, 当, 耶和华包扎他百姓的破口, 医治他民鞭商的日子, 月光必像日光, 日光必加七倍, 像七日的光一样, 看啊, 耶和华的民从远方来, 暮气烧起, 其丹沉重, 他的嘴唇满有愤恨, 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 他的气如长翼的河水, 必只长到景象当中, 要用虚空的筛罗筛进列国, 并且在人民的塞中, 必有使人错行的搅环, 你们必唱歌, 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 并且心中喜乐, 向人吹笛, 上耶和华的山, 到以色列的大能者那里, 耶和华必使人, 听他荣耀的声音, 又显他降下的绑壁, 和他怒中的愤恨, 并吞灭的火焰与劈雷, 暴风, 冰雹, 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打败, 用仗击打, 耶和华必将置地的仗架在他身上, 每在一处, 人必击鼓弹琴, 打仗的时候, 他必摇起手来, 与他交战, 原来托匪特自古背定, 早已未亡预备好了, 他使托匪特又深又宽, 其中堆的是活于许多木柴, 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灼起来, 以赛亚书第31仗, 火灾, 那些下埃及求帮助, 仗来马匹, 因为车辆甚多就倚靠, 因为马兵慎壮就投靠, 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 也不求问耶和华的, 只是他也有智慧, 也必将灾祸, 并不收回自己的话, 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 又攻击那帮助作孽之人的, 埃及人不过是人, 并不是神, 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 并不是灵, 耶和华一身手, 那帮助人的必跌倒, 那受帮助的也必倒下, 都一同跌倒,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 狮子和少壮狮子互施咆哮, 就是喊承重的牧人来攻击陀, 陀总不因他们的声音害怕, 也不因他们的响声缩服, 照样, 大军之, 耶和华也必降临, 为西安山岗征战, 雀鸟怎样飞行, 大军之, 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 他必保护拯救, 又要越门保守, 以色列人深深地叛逆, 耶和华, 现今你们要归向他, 到那日, 个人必将他引偶像金偶像, 就是你们亲手所造, 献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 亚述人必倒在刀下, 并非永世的刀, 有刀要将他吞灭, 并非背贱人的刀, 只是他必逃避这刀, 他的少年人必被扰乱, 他必因惊恐往他的宝藏去, 他的首领必因大气害怕, 这是那有火在西安, 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第32章, 看啊, 必有一王平公义行政, 必有首领及公平掌权, 必有一人像避风锁和避暴雨的隐秘处, 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 像大盘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那能看的人眼不在昏迷, 能听的人耳必的听闻, 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 结巴人的舌臂说话通快, 卑贱人不再称为高明, 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 因为卑贱人必说邪恶话, 心里想做罪孽, 惯行伪善的事, 说错谬的话公鸡, 耶和华, 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 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 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 他图谋恶计, 用谎言毁灭穷法人, 穷法人讲公理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行, 高明人却谋高明事, 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 安逸的妇女啊, 起来听我的声音, 吴律的女子啊, 侧耳听我的言语, 吴律的女子啊, 你们必受骚扰多年多日, 因为无葡萄可摘, 无物可收, 安逸的妇女啊, 要战惊, 吴律的女子啊, 要受骚扰, 脱去衣服, 赤着身体, 妖树麻布, 他们必为乳头, 美好的田地, 和多结果的葡萄树哀哭, 荆棘吉林, 必藏在我百姓的地上, 又长在欢乐的城中, 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 因为宫殿必被撇下, 多民的城必被离弃, 山岗望楼永为洞穴, 作业屡所喜乐的, 为羊群的操场, 等到有灵从上浇灌我们, 旷野就变为肥田, 肥田看如树林, 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 公义要仍在肥田, 公义的果孝必是平安, 公义的孝宴必是平稳可靠, 直到永远,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 安稳的住处, 平静的安歇所, 降冰薄的时候, 便下到树林, 乘在低处就比低降, 您在个水边洒种, 在那里沐放牛驴的有福了, 以赛亚书第33章, 你这掳掠人, 自己倒不被掳掠, 行事诡诈, 人倒不以诡诈待你的, 有祸了, 等你掳掠罢休了, 自己必被掳掠, 等你行完了诡诈, 人必以诡诈待你, 耶和华啊, 求你施恩于我们, 我们等候你, 求你每早晨做他们的绑壁, 遭难的时候, 为我们的拯救, 喧嚷的响声一发, 民就奔逃, 你一兴起, 列国四散, 你们所掳得必备脸镜, 好像毛虫脸镜合架, 人要跑在旗上, 必向蹦来跑去的蝗虫, 耶和华被尊宠, 因他居在高处, 他以公平公义, 充满了西安, 你一生安稳的时日, 必得智慧和知识, 又得救恩做力量, 他以敬畏, 耶和华为至宝, 看啊, 他们的勇士要在外头哀嚎, 求和的使臣, 必痛痛哭泣, 大路荒凉, 行人止息, 他背了约, 藐视诚意, 不顾人民, 地上悲哀衰残, 离巴嫩羞愧法岛, 沙伦向旷野, 巴山和家密的果子摇落, 耶和华说, 现在我要起来, 我要勃然而兴, 我要兴起, 你们要怀的是康比, 要生的是碎阶, 你们的气要如火吞灭自己, 众民必向已烧的石灰, 要向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 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 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 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 伪善的人被畏惧抓住, 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 我们中间谁能与永远烧着的同住呢, 行事公义, 说话正直的, 轻看欺压的财力, 白手不受贿赂, 色尔不听流血的话, 闭眼不看邪恶似的, 他必居高处, 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尖累, 必有粮赐给他, 他的水必然充足, 你的眼必现王的荣美, 他们必现极远之地, 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 自问说, 书记在哪里呢, 接收的在哪里呢, 树楼的在哪里呢, 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 就是说话深奥, 过于你所能明白的, 言语呢喃, 你不能懂得的, 你要看西安, 我们守圣洁的城, 你的眼必现耶路撒冷, 为安静的居所, 为不拆卸的账目, 钉子一根也不挪移, 绳索一根也不折断, 但在那里, 荣耀的耶和华必做我们西河宽阔之地, 其中并没有讲帆船来往, 也没有华美的船经过, 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他必拯救我们, 你的绳索松开, 他们不能稳住桅杆, 也不能扬起蓬来, 那时许多乳来的物被分了, 瘸腿地夺取略物, 城内居民必不说, 我病了, 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饶恕了, 以赛亚书第34章, 列国要尽前来听, 众民要侧耳而听, 地和一切在其上的, 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 因为耶和华向列国发愤恨, 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 他已将他们灭尽, 交出他们受杀戮, 他们被杀得必然抛弃, 其臭气从尸首上腾, 珠珊被他们的血融化, 一切天象都要消霉, 珠天被卷起, 好像书卷, 其上的天象要坠落, 像叶子从葡萄树下落, 又像无花果从无花果树坠落一样, 因为我的刀臂泡尽在天, 看啊, 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 要实行审判, 耶和华的刀满了血, 用枝油和绵羊刀供山羊的血, 并供绵羊腰子的枝油滋润的, 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 在以东地大行杀戮, 独角兽, 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 他们的地壁为血泡尽, 他们的尘土因之油肥润, 因这时, 耶和华报仇之日, 为西安争辩的报应之年, 以东的河水要变为沥青, 尘埃要变为硫磺, 地土成为烧着的沥青, 昼夜总不熄灭, 烟气永远上腾, 必逝世代代成为荒废, 永永远远无人经过, 如此, 尾谦却要得未业, 猫头鹰, 乌鸦要住在其中, 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 混沌的陷塌, 拉在旗上, 以东人要召贵族来治国, 那里却无一个, 他的首领也都贵于乌有, 他的宫殿要长荆棘, 保障要长吉利和刺草, 要坐龙的住处猫头鹰的居所, 荒漠的走兽, 也必和海岛的走兽相遇, 山羊人要与伴偶对见, 尖叫的猫头鹰必在那里栖身, 自找安歇之处, 猫头鹰要在那里坐窝, 下蛋, 扶蛋, 巨子在其影下, 药鹰也要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 你们要查找宣读, 耶和华的书, 这都无意有误, 无意没有伴偶, 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 他的灵将陀门聚集, 他也为陀门治迁, 又亲手用准绳给陀门分地, 陀门必永得为业, 世世代代代住在其间, 以赛亚书第35章, 旷野和干旱之地, 必因驼么欢喜, 荒漠也必快乐, 又向玫瑰开花, 必开花繁盛, 并且欢喜, 欢乐歌唱, 黎巴嫩的荣耀, 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 必赐给他, 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和我们神的华美, 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尖撞, 无力地稀稳固, 对胆怯的人说, 你们要刚强, 不要惧怕, 看啊, 你们的神诗形报应的, 神必来报仇, 他必来拯救你们, 那时, 瞎子的眼必睁开, 龙子的耳必开通, 那时, 瘸子必跳跃像母鹿, 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 因在旷野必有水发出, 在荒漠必有河涌流, 干旱的地要变为水池, 干渴之地要变为水泉, 在龙躺卧之处, 必有青草, 芦苇和蒲草, 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 又是道路, 称为圣路, 污惠人不得经过, 必专为行路的人行走, 行路的人虽愚昧, 也不致走岔, 在那里必没有狮子, 猛兽也必不登这路, 在那里都遇不陷, 只有熟民在那里行走, 并且, 耶和华旧熟的民必归回, 歌唱来到西安, 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 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以赛亚书第36章, 西西家王十四年, 亚书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 一切坚固城, 将成功去, 亚书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 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 到西西家王那里去, 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 在漂不地的大路上, 于是, 西勒家的儿子家宰以利亚敬, 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 史官约亚, 出来献拉伯沙基, 拉伯沙基对他们说, 您去告诉西西家说, 亚书大王如此说, 你所倚靠的有甚魔可账来的呢? 我说, 你说, 我看不过是虚化, 我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 你如今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 看啊, 你倚靠埃及这破败的伪账, 人若靠这账, 就必次偷他的手, 埃及王法老, 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你若对我说, 我们倚靠耶和华, 我们的神, 西西家岂不是将中高丘和祭坛废去, 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 所以, 现在你不如把底牙给我主牙数王, 我给你二千匹马, 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 若不然, 你岂会使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转面退去呢? 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 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 以利亚静, 摄伯纳, 约亚对拉伯沙基说, 求你用叙利亚言语和仆人说话, 因为我们懂得, 不要用犹太言语和我们说话, 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拉伯沙基说, 我主差遣我来, 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 他不也是差遣我对这些坐在城上, 好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 于是, 拉伯沙基站着, 用犹太言语大声喊着说, 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 王如此说, 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 因他不能拯救你们。 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 耶和华说, 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 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不要听西西家的话。 因亚述王如此说, 你们要送礼物来, 与我立约, 出来投降我, 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 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地, 与你们本地一样, 就是有五谷和辛酒之地, 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你们要警防, 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 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列国的众神, 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 哈玛和亚尔拔的众神在哪里呢? 西法瓦因的众神在哪里呢? 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的众神, 有谁曾救自己的地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 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百姓却静默不言, 并不回答他一句, 因为王曾吩咐说, 不要回答他。 当下西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静和书记舍伯纳, 并亚萨的儿子使官约亚都撕裂衣服, 来到西西家那里, 将拉伯杀鸡的话告诉了他。 以赛亚书第37章, 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 披上麻布, 进了耶和华的殿。 他使加宰以利亚静和书记舍伯纳, 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 去献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 他们对他说, 西西家如此说, 今日是急难、责罚、亵渎的日子, 就如妇人将要分娩婴孩, 却没有力量分娩。 或者, 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杀鸡的话, 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 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 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阳声祷告。 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献以赛亚。 以赛亚对他们说, 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 不要惧怕。 看啊, 我必在他身上发气, 他就必听见风声归回本帝, 我也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拉伯杀鸡回去, 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 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把营离开垃圾。 亚述王听见人论埃塞俄比亚王特哈加说, 他出来要与你征战。 亚述王一听见, 就打发使者去献西西家, 说, 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 不要听你所以靠的, 神七红你说, 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看啊,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各地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 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列国众神, 何曾拯救我列祖所灭的国, 就如戈萨、 哈兰、 利瑟, 并在低了撒的伊甸人呢? 哈玛的王, 亚尔巴的王, 西法瓦因城的王, 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 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 看完了, 西西家就赏耶和华的殿, 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 住在二基路坡中间的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 你唯有你是地上列国的, 神, 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啊, 求你侧耳而听, 耶和华啊, 求你睁眼而看。 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 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 耶和华啊, 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 因为他们本不是神, 乃是人手所造的, 是木头, 石头的, 所以他们已经把他们灭绝。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 使地上列国都知道你唯有你是, 耶和华。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献西西家, 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 所以, 耶和华论他这样说, 做处女的女子西安藐视你, 吃笑你, 女子耶路撒冷向你摇头, 你辱骂谁, 亵渎谁, 杨起生来, 高举眼目攻击谁呢, 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你及你的臣仆辱骂, 主说, 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 到黎巴嫩的境界, 我要砍下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加美的松树, 我必进入他边界的顶处, 进他加密的树林, 我已经挖井喝水, 我已用脚掌踏前被围困之处的一切和, 耶和华说, 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 古诗所历的吗, 现在及你使坚固成荒废, 变为乱堆,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 惊慌宝愧, 他们像田间的野草, 像青菜, 如房顶上的草, 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荷架, 你安居, 你出去, 你进来, 你向我发烈怒, 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发烈怒, 又因你喧嚷的画上打我耳中, 故此, 我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 把脚环放在你嘴里, 使你从原路转回去, 以色列人啊, 我赐你们一个证据, 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 明年也要吃自尝的, 至于后年, 你们要耕种收割, 栽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由大家所逃脱余圣的, 仍要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必有余圣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 有逃脱的人从西安山而来, 大军之, 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所以, 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 他必不得来到这城, 也不在这里射箭, 不得拿盾牌到城前, 也不筑垒攻城, 他从哪条路来, 必从那条路回去, 必不得来到这城,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 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必保护拯救这城, 耶和华的天使就出去, 在亚树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他们起来一看, 都是死尸了, 亚树王西拿基利就离开回王, 住在尼尼威, 正当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敬拜, 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 他们就逃到亚美尼亚地, 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 以赛亚书第38章, 当那些日子, 西西加病得要死, 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献他,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西西加就转脸朝墙, 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啊, 现在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 怎样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所行的事, 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 西西加就痛哭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 你去告诉西西加说, 耶和华你祖大位的, 神如此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看啊,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 我又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树王的手, 也要保护这城, 这必为从耶和华给你的兆头, 好显明, 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 看啊, 我要叫亚哈斯的日轨, 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 于是, 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轨上往后退了十度, 犹大王西西加患病已经痊愈, 就作诗说, 我说, 在我被剪除的日子, 我必进入坟墓的门, 我余生的年岁不得享受, 我说, 我必不得见, 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 耶和华, 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 我的年岁是去离开我, 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 我的性命像织布一样被剪断, 他要即使人消瘦的疾病将我剪除, 从早到晚, 他要使我完结, 我计算之道天亮, 他要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 从早到晚, 他要使我完结, 我向白鹤鸣叫, 向燕子呢喃, 我向鸽子哀鸣, 我眼睛仰观, 甚至失明, 耶和华啊, 我受欺压, 求你为我做宝, 我可说慎魔呢, 他应许我的, 也给我成就了, 我因心里的苦楚, 我因心里的苦楚, 在一生的年日, 必悄悄而行, 主啊, 人的存活乃在乎此, 我灵存活也全在此, 这样, 你要使我痊愈, 仍然存活, 看啊, 我受大苦, 本未使我得平安, 你因爱我的原魂, 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 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 扔在你的背后, 原来, 坟墓不能称赞你, 死亡不能送养你, 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城市, 只有活人, 活人必称赞你, 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 为父的, 必使儿女知道你的城市, 耶和华早已肯救我, 所以, 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私弦的乐器, 唱我的诗歌, 因以赛亚说, 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 贴在窗上, 亡必全域, 西西加也问说, 我能上耶和华的殿, 有圣魔兆头呢, 以赛亚书第39章, 那时, 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加病儿痊愈, 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西西加喜欢献使者, 就把自己宝库的银子, 金子, 香料, 贵重的告犹, 和他一切五倍的库, 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全国之内, 西西加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献西西加王, 问他说, 这些人说圣魔,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西西加说,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献我, 以赛亚说, 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圣魔, 西西加说, 凡我家中所有的, 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亚对西西加说, 你要听大军之耶和华的话, 看啊,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 积蓄到如今的, 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重子, 其中必有被掳去, 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西西加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 耶和华的话甚好, 他又说, 因为在我的年日中, 必有太平和诚实的景况,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又向他宣告说, 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 他的罪孽赦免了, 因他为自己的一切罪, 已从耶和华手中双倍受罚,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你们当预备, 耶和华的路, 在荒漠地修平我们, 神的道,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弯弯曲曲的要改为正直, 齐齐曲曲的必成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 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有声音说, 你喊叫吧, 他说, 我喊叫甚魔呢, 说, 凡有血气的劲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貂残, 因为耶和华的灵气吹在旗上, 百姓诚然是草, 草必枯干, 花必貂残, 唯有我们, 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报好信息的西安啊, 你要登高山, 报好信息的耶路撒冷啊, 你要吉利阳生, 阳生不要惧怕, 对犹大的诚意说, 看啊, 你们的神, 看啊, 主耶和华必以大能的手临到, 他的榜币必为他掌权, 他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的工作在他面前,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他要用榜币聚集绵羊高抱在怀中, 又慢慢引导那些有小羊的, 谁曾用手心凉珠水, 用手虎口凉苍天, 用生斗成大地的尘土, 用城城山岭, 用天平平刚陵呢, 谁曾指示, 耶和华的灵, 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 他与谁商议, 谁教导他, 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 又将知识教训他, 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 看啊, 列国都像水桶的一滴, 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 他举起众海岛, 好像极微之物, 篱笆嫩的树林, 不够荡柴烧, 其中的走兽, 也不够做反击, 列国在他面前好像虚无, 被他看为不及虚无, 乃为虚空, 你们究竟将谁比, 神呢? 或你们用肾魔形象与, 神比较呢? 将人融住雕刻的像, 金将用金包裹, 又铸造银链, 穷乏没有供物的, 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 他为自己寻找巧匠, 预备一个不能摇动的雕刻之像, 你们岂不曾知道吗? 你们岂不曾听见吗? 从起初, 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 自从立地的根基, 你们岂没有明白吗?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像乍萌, 他铺张诸天如帽子, 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 使君王归于虚无, 他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 他们必不被栽上, 他们必不被种上, 他们的根必不扎在地里, 他又要吹在旗上, 他们便都枯干, 旋风要将他们吹去, 像碎街一样, 那, 圣者说, 你们将谁比我, 或与我相等呢? 你们向上举目, 看谁创造这些像, 按树木领出, 他因他的全能, 以他的大能大力, 一一成其名, 连一个都不忘, 雅各啊, 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以色列啊, 你为何言, 我的冤屈, 神并不查问?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永在的, 神耶和华, 纳造地极的, 创造主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吗? 他的智慧无法测夺, 疲乏的, 他赐能力, 软弱的, 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少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些等候, 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 他们必如因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并不困倦, 他们行走也不疲乏, 以赛亚书第41章, 众海岛啊, 荡在我面前静默, 众民荡从心得力, 他们可以进前来, 然后说话, 我们可以一起进前来, 彼此辩论, 谁从东方兴起那一人, 凭公义照他来到脚前, 将列国交了他, 使他管辖君王呢? 他把他们如灰尘交予他的刀, 又如风吹的碎阶交予他的功, 他追赶他们, 安然走过, 就是走他脚所未走的道, 谁行作成就这事, 从起初宣赵历代呢? 就是我耶和华, 我是首先的, 也与末后的同在, 我乃是他。 海岛看见这事, 就都害怕, 地级也都惧怕, 就进前来, 他们个人帮助邻居, 个人对他兄弟说, 壮胆吧。 于是, 木匠勉力金匠, 用堆打光的, 勉力打针的, 说, 这个可以预备焊接了, 又用钉子钉纹使他免得动摇, 维尼, 以色列是我的仆人, 是我所拣选的雅各, 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是我从地级所领来的, 从其中的首领所召来的, 且对你说, 你是我的仆人, 我拣选你, 并不弃绝你,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 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看啊, 凡向你发怒的, 必都蒙羞爆愧, 他们必如无有, 与你相争的, 必要灭亡, 与你争敬的, 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 与你征战的, 必如无有, 成为虚无, 因为我, 耶和华你的, 神必扶持你的右手, 对你说, 不要害怕, 我必帮助你, 你这种雅各, 和你们以色列人, 不要害怕, 我必帮助你, 这是,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 圣者说的, 看啊, 我已使你成为, 有快吃打凉的新器具, 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 使刚陵如同康米, 你要把他们博羊, 风要吹去, 旋风要把他们刮散, 你就要以, 耶和华为喜乐, 以以色列的, 圣者为夸耀, 那时, 困苦穷乏人寻求水, 确实没有, 他们因口渴, 舌头干燥, 我耶和华必听允他们, 我以色列的, 神必不离弃他们, 我要在高处开江河, 在谷中开泉源, 我要使旷野变为水池, 使前地变为水泉, 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 造甲树, 藩石流树, 和野橄榄树, 我在荒漠, 要把松树, 山树, 并黄阳树一同栽植, 好叫人看见, 知道, 思想, 明白, 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 是以色列的圣者所创造的, 耶和华对假神说, 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 雅各的, 君说, 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 他们可以声明, 向我们指示将来避遇的事, 他们可以指明, 先前的是圣模式, 好叫我们思索, 得知事的结局, 或者把将来的事, 给我们说明, 要指明后来的事, 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众神, 你们或降福或降祸, 使我们惊奇, 一同观看, 看啊, 你们属乎虚无, 你们的座位也属乎虚空, 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 我已从北方兴起一人, 他也必来到, 他要从日出之地而来, 求告我的名, 他必临到王子, 好像临到灰泥, 彭腹陶将踹泥一样, 谁从起初指明, 使我们知道呢, 谁从先前说明, 使我们说他是义呢, 谁也没有说明, 谁也没有指明, 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 那首先的要对西安说, 看啊, 看看他们, 我要将一个报好信息的, 赐给耶路撒冷, 因我观看, 未曾现有人, 我问的时候, 他们中间也未有谋事, 可以回答一句, 看啊, 他们尽是虚空, 他们的工作都是虚无, 他们所住的像都是风, 都是虚的, 我要使江河变魏州岛, 使水池都干涸, 我要引下子行不认识的道, 令他们走不知道的路, 在他们面前, 使黑暗变为光明, 使弯曲的变为平直, 这些事, 我都要向他们行, 并不离弃他们, 依靠雕刻的像, 对筑造的像说, 你是我们的神, 这等人要退后, 大大蒙羞, 你们这耳聋的, 听吧, 你们这眼瞎的, 看吧, 使你们能看见, 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 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 谁瞎眼像那完全的瞎眼像, 耶和华的仆人呢, 看着许多事, 你却不领会, 耳朵在开通, 他却不听见, 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就喜悦, 他要使律法为大, 为尊, 但这百姓是被抢背夺的, 都牢笼在坑中, 隐藏在狱里, 他们做略物, 无人拯救, 做卤物, 无人说, 交还, 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词, 谁肯留心耳听, 以防将来呢, 谁将雅各交出当作卤物, 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 岂不是耶和华我们所得罪的那位吗, 因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 也不听从他的训诡, 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他身上, 在他思维已经如火着起, 他还不知道, 烧住他, 他仍不放在心上, 以赛亚书第43章, 雅各呀,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呀, 造成你的那位, 现在却如此说, 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明照你, 你是赎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渡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灼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 圣者你的救主, 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架, 使埃塞俄比亚和西巴代替你, 自从我看你喂饱以来, 你便未尊, 我也爱你, 所以我使人代替你, 使别民替换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 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 将我的众女从的吉领回,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因她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 所做成的, 她是我所造作的, 你要将有眼而瞎, 有耳聋的民都带出来, 任凭列国聚集, 任凭人民会合, 其中谁能将此声明, 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 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 自显未识, 或者他们听见便说, 这是真的,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好叫你们可以知道, 且信服我, 又明白我乃是他, 在我以前没有, 神造成, 在我以后也必没有, 我唯有我是, 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我曾指示, 我曾拯救, 我曾说明, 那时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 所以,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好见证我是, 神, 自从有日子已先, 我就是他, 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 我要行事, 谁能阻止呢, 耶和华, 你们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 圣者如此说, 因你们的缘故, 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 并且, 我已带下他们一切贵族和迦勒敌人, 他们都在船上呼喊,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圣者, 是创造以色列的, 是你们的君王, 耶和华如此说, 就是那在沧海中开道, 在大水中开路, 使车辆, 马匹, 军兵, 能力都出来, 他们必一同躺下, 不再起来, 他们灭媒, 好像熄灭的麻线,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荒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 龙和猫头鹰也必如此, 因我使旷野有水, 使荒漠有河, 好赐给我的百姓, 我的选民喝,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 他们要传扬我的美德, 雅各啊, 你倒没有求告我, 以色列啊, 你倒厌烦我, 你没有将你的羊羔, 带来给我做烦祭, 你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 我没有因公物使你福老, 也没有因香使你厌烦, 你没有用钱为我买甘蔗, 也没有用寄生的枝油, 使我饱足, 倒是我因你的罪恶福老, 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 我唯有我是那为自己的缘故图抹你过犯的, 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你要提醒我, 你我可以一同辩论, 你只管臣说好险为义, 你的始祖犯了罪, 你的教师为卑我, 所以, 我以辱莫圣所的首领, 使雅各成为咒诅, 使以色列成为辱骂, 以赛亚书第44章,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 现在你当听, 造作你, 又自你成胎造就你, 要帮助你的, 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耶书伦啊, 不要害怕,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浮浇灌你的子孙, 他们要生长如在草中, 像溪水旁的柳树, 这个要说, 我是属, 耶和华的, 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 又一个要亲手写, 归耶和华的, 并自称谓以色列, 耶和华, 以色列的, 军, 以色列的旧属主, 大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 再没有真, 神,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 谁能向我宣告, 并且指明, 又为我臣说呢, 让他们将未来的事, 和必成的事, 指示他们, 你们不要恐惧, 也不要害怕, 我岂不是从那时, 就告诉你说明了吗,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 除我以外, 岂真有, 神吗, 诚然没有, 神, 我不知道一个, 制造雕刻之像的尽都虚空, 他们所喜悦的都无一处, 他们是自己的见证, 他们无所看线, 无所知晓, 好叫他们羞愧, 谁制造神像, 铸造无异的雕刻之像, 看啊, 他的同伴都必羞愧, 工匠也不过世人, 任他们聚会, 任他们战力, 都仍必惧怕, 一同羞愧, 铁匠前子在火炭中做工, 又用堆打铁器, 用他两臂的力锤成, 他饥饿而无力, 不喝水而发倦, 木匠扑出规制, 用线画出样子, 用袍子袍成合适, 用袁齿化了模样, 仿照人的体态, 做成人形, 好住在房屋中, 他砍伐香柏树, 又取柏树和橡树, 是他在林中之树为自己兼顾的, 他栽种蜡树, 得与滋养, 这树, 人要用以烧火, 因他要取些烤火自暖, 又烧着烤饼, 他做一神像敬拜, 做雕刻的像, 向他叩拜, 他把一分烧在火中, 把一分烤肉吃饱, 他烤火自暖, 说, 啊哈, 我暖和了, 我贱活了, 他用剩下的做的一神, 就是雕刻的像, 他向这偶像俯复敬拜, 祷告他说, 求你拯救我, 因你是我的神, 他们不晓得, 也不明白, 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 不能看见, 塞住他们的心, 不能明白, 谁心里也不思想, 也没有知识, 没有聪明, 能说, 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 也在炭火上烤过饼, 我也烤过肉吃, 这剩下的, 我岂要做可增的物吗, 我岂可向树桩叩拜呢, 他已挥味时, 心被迷惑, 使他偏邪, 以致他不能自救, 也不能说, 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黄吗, 雅各, 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要纪念这些事, 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我造就你, 必不忘记你,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向后云消散, 又涂抹了你的罪恶, 如薄云灭媚, 你当归向我, 因我就赎了你, 诸天啊, 你们应当歌唱, 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 地的深处啊, 你们应当欢呼, 你们众山应当发声歌唱, 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啊, 都当如此, 因为耶和华就赎了雅各, 并因以色列荣耀了自己, 你的救赎主, 自你成胎造就你的, 耶和华如此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凡所有的, 是独自铺张诸天, 扩展大地的, 是那使说假话的照头失效, 使占卜的癫狂, 使智慧人退后, 使他们的知识变为愚浊的, 是那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 我使者的谋算成就的, 是那对耶路撒冷说, 你必有人居住, 又对有大的诚意说, 你们必被建造, 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的, 是那对深渊说, 钱了吧, 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的, 是那论色鲁士说, 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就是对耶路撒冷说, 你必被建造, 你的根基必然立稳的, 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 耶和华对他所高的说话, 就是色鲁士, 我扶持他的右手, 使过降伏在他面前, 我也要放松猎王的腰带, 使两扇的门在他面前敞开, 城门总不关闭, 耶和华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前面行, 使弯曲之处变为平直, 我必打碎铜门, 砍断铁栓,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 和隐秘处的财宝赐给你, 使你知道我提名赵你的, 耶和华是以色列的, 神, 因我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赵你, 你虽不认识我, 我也加给你名号,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 除我以外再没有, 神, 你虽不认识我, 我仍给你竖了腰, 好叫人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都知道除了我以外, 没有别人,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人, 我造光又造暗, 我是平安又想灾祸, 造作这一切的, 是我耶和华, 朱天啊, 你们要自上下低, 穷仓好降下公益, 让地面开裂, 好铲出旧恩, 使公益一同显出, 这都是我耶和华所创造的, 火灾, 那与他的造物主争论的, 任凭瓦片与地上的瓦片争论吧, 迷途岂可对团弄他的说, 你做圣魔呢, 所做的雾琪可说, 他没有手呢, 或在, 那对他父亲说, 你生的是圣魔呢, 或对夫人说, 你产的是圣魔呢,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就是他的造物主如此说, 我众子将来的是, 你们可以问我, 至于我守的工作, 你们可以求我命定, 我造了地, 又创造人在地上, 我用手铺张诸天, 一切天象都是我所命定的, 我凭公义兴起他, 又要指引他一切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 释放我被掳的民, 不是为公家, 也不是为赏赐, 这是大军之, 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埃及劳碌得来的, 和埃塞俄比亚, 并西巴人的货物, 必归你, 身量高大的, 西巴人必投降你, 也要赎你, 他们必随从你, 他们要带着锁链, 过来向你下拜, 祈求你说, 神真在你那里, 此外再没有别神, 再没有别的, 神, 救主以色列的, 神啊, 你实在是自隐的, 神, 他们都必蒙羞, 也必爆愧, 凡制造偶像的, 都要一同归于惭愧, 唯有以色列必因, 耶和华蒙拯救, 得永远的救恩, 你们必不蒙羞, 也不爆愧, 直到永世无尽, 创造诸天的, 耶和华, 制造成全大地的, 神, 他创造坚定大地, 他非突然创造, 是要给人居住, 他如此说, 我是, 耶和华, 再没有别神, 我没有再隐秘黑暗制的说话, 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 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 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 所说的是证据, 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 要一同聚集前来, 那些抬着雕刻木像, 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 毫无知识, 你们要述说, 使他们进前来, 让他们彼此商议, 这话谁从古时说过, 谁从那时述说, 不是我耶和华吗,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救主,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别神, 第一集的人都当仰望我, 你们就必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 我指着自己启示, 我口所出的话, 是凭公义, 并不返回, 凡西必向我跪拜, 众蛇必凭我启示, 人必说, 我得意, 得能力, 诚然是在乎耶和华, 人必归向他, 凡向他发怒的, 必知蒙羞, 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 耶和华的称谓, 并要夸耀, 以赛亚书第46章, 比勒屈身, 尼泊弯腰, 他们的偶像, 驼在兽和牲畜上, 你们的物件甚重, 使牲畜疲乏, 都一同弯腰屈身, 不能保全虫驼, 自己倒被掳去, 雅各家啊, 以色列家一切余生的, 就是为我腹中所生, 自从出胎便蒙怀揣的, 要听我言, 直到你们年老, 我仍是他, 直到发白, 我仍怀揣你们, 我已造作, 也必宝宝, 我必怀抱, 也必拯救你们, 你们江水与我相比, 与我同等, 可以与我比较, 使我们相同呢, 他们从袋中抓金子, 用天平平银子的人, 故金匠制造神像, 他们又俯伏, 又敬拜, 他们将神像抬起, 扛在肩上, 安置在定处, 他就站立, 不离本位, 人呼求他, 他却不能回答, 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 你们当想念这是, 自己做大丈夫, 犯法的人啊, 你们要心里思想,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 因为我是神, 并无别人, 我是神, 再没有能比我的, 我从其初止明末后的事, 从古诗言明未成的事, 说, 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我照之鸟从东方来, 照那成就我筹算的人, 从远方来, 我已说出, 也必成就, 我已谋定, 也必做成, 你们这些心中顽梗, 远离公义的, 当听我言, 我使我的公义临近, 必不远离, 我的救恩必不迟眼, 我要为以色列, 我的荣耀, 在西安制设救恩, 以赛亚书第47章, 做处女的女子巴比伦啊, 下来坐在尘埃, 女子迦勒底啊, 没有宝座, 要坐在地上, 因为你不再称谓柔弱娇嫩的, 要用默默面, 解开你的发柳, 赤着下足, 鹿腿渡河, 你的裸体必被露出, 你的丑陋必被看线, 我要报仇, 并且我必不迎见你, 像人一般, 我们救赎主的名是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圣者, 女子迦勒底啊, 你要默然静坐, 进入暗中, 因为你不再称谓列国的主母, 我向我的百姓发怒, 使我的产业被玷污, 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你毫不怜悯他们, 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 身上, 你自己说, 我必永为主母, 所以你不将这些事放在心上, 也不思想他的结局, 你这专好艳乐, 安然居住的, 现在当听这话, 你心中说, 唯有我, 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 我必不寡居而坐, 也不遭丧子之事, 哪知, 丧子, 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 必临到你, 正在你多行邪术, 广施法术的时候, 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 你速来倚仗自己的恶行, 说, 无人看见我, 你的智慧聪明, 使你偏邪, 并且你心里说, 唯有我, 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 因此, 祸患要临到你身, 你不知何时发生灾害落在你身上, 你也不能除掉, 所不知道的毁灭, 也必忽然临到你身, 站起来吧, 用你从幼年老神施行的法术, 和你许多的邪术, 或者可得益处, 或者可得强盛, 你筹划太多, 已致疲倦, 让那些观天象的, 看星宿的, 在每月说预言的, 都站起来, 就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 看啊, 他们要向遂街被火焚烧, 不能就自己脱离火焰之力, 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 也不是可以做在其前的火, 你所劳神的事, 都要这样与你无异, 从幼年做你客商的, 也都各奔各乡, 无人救你, 以赛亚书第48章, 雅各加呀, 称为以色列名下, 从由大水源出来的, 当听我言, 你们指着, 耶和华的名启示, 提说以色列的, 神, 却不凭诚实, 不凭公义, 他们自称卫圣城的人, 所以靠的是名为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主说, 早先的事, 我从古时说明, 已经出了我的口, 也是我所指示的, 我忽然行作, 是便成就, 因为我素来知道, 你是顽梗的, 你的颈像是铁金, 你的鹅是铜的, 所以, 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 在未成以先指示你, 免得你说, 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 是我雕刻的像, 和我铸造的像所命定的, 你已经听见, 现在要看见这一切, 你不说明吗? 从今以后, 我将心事, 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 指示你, 这事是现今创造的, 并非从起头就有, 就是在那日以先, 你也未曾听见这事, 免得你说, 看啊, 这是我早已知道了, 你未曾听见, 未曾知道, 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 我原知道, 你行事极其诡诈, 你自从出胎以来, 便称谓犯法的, 我为我的名赞且忍怒, 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 不将你剪出, 看啊, 我熬炼你, 却不像熬炼银子, 你在苦难的炉中, 我拣选你, 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 我焉能使我的名被垫辱,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贵给假神, 雅各我所选招的以色列啊, 当听我言, 我就是他, 我是首先的, 也是末后的, 我手立了地的根基, 我右手铺张诸天, 我一呼唤便都立住, 你们都当聚集而听, 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 耶和华所爱的人, 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 他的绑币也要夹在迦勒底人身上, 唯有我曾说过, 我又选召他, 领他来, 他的道路就必亨通, 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 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 自从有这事, 我就在那里, 现在, 主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教训你, 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 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啊, 如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 你的公义就如海浪, 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 你父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 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剪除, 也不灭绝, 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 从迦勒底人中逃脱, 以歌唱的声音传扬说, 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 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 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荒漠, 他们并不干渴, 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 分裂磐石, 水就涌出, 耶和华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 众海岛啊, 当听我言, 远方的民啊, 流心而听, 自我出胎, 耶和华就选招我, 自出母妇, 他就提我的命, 他使我的口如利刀, 他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 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 他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 对我说, 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我必因你得荣耀, 那时我说, 我劳碌是土壤, 我尽力是枉费土壤, 然而, 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 我所做的功必在我, 神那里, 现在, 耶和华就是那自我成胎, 造就我做他仆人, 要使雅各归向他的, 说, 以色列虽不被聚集, 耶和华上看我为尊贵, 我的, 神也成为我的力量, 他又说, 你做我的仆人, 使雅各种之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的保全的父还尚未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成为我的救恩, 直到地级, 以色列, 就属主耶和华并他的, 圣者, 对那被人所藐视, 本国所憎恶, 官场的仆人如此说, 君王要看线就站起, 首领也要敬拜, 都因信实的, 耶和华, 又因以色列, 圣者的缘故, 他要拣选你, 耶和华如此说, 在越纳的时候, 我听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记住了你, 我要保护你, 使你做众民的约, 好复兴遍地, 使人承受荒凉之地畏业, 对那被求的人说, 出来吧, 对那在黑暗的人说, 显露吧, 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 在一切高处必有操场, 他们必不饥渴, 炎热和烈日, 也不伤害他们, 因连续他们的, 必引导他们, 领他们到水泉旁边, 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 我的大路也被修高, 看啊, 这些从远方来, 看啊, 这些从北方, 从西方来, 这些从秦国来, 诸天啊, 应当歌唱, 大地啊, 应当快乐, 众山啊, 应当发声歌唱, 因为, 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 也要连续他困苦之名, 西安却说, 耶和华离弃了我, 我的, 主忘记了我, 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看啊, 我将你鸣刻在我掌上, 你的强垣藏在我眼前, 你的儿女, 必急速归回, 毁坏你的, 使你荒废的, 必都离你出去,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 现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 以他们为华代系上, 像心腹佩戴系上一样, 你荒废凄凉之处, 并你被毁坏之地, 现今因众民居住, 必显未太窄, 吞灭你的, 必离你遥远, 你必在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 这地方我居住太窄, 求你给我地方居住, 那时你心里必说, 我既丧子独居, 是被掳的, 漂流在外, 谁给我生这些, 谁将这些养大呢, 看啊, 我曾被批下一人独居, 那时这些在哪里呢,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向外邦人举手, 向众民树立旗帜, 他们必将你的众子壁中抱来, 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 猎王必做你的养父, 王后必做你的乳母, 他们必将脸伏地, 向你下拜, 并填你脚上的尘土, 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 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 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 但耶和华如此说, 就是勇士所掳掠的, 也可以夺回, 强暴人所抢的, 也可以解救, 与你相争的, 我必与他相争, 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并且我必是那欺压你的, 吃自己的肉, 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 好像喝甜酒一样, 凡有血气的, 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 救主, 是你的, 救赎主, 是雅各的大能, 这, 以赛亚书第五十章, 耶和华如此说, 我修你们的母亲, 修书在哪里呢, 或是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 看啊, 你们被卖, 是因你们的罪孽, 你们的母亲被修, 是因你们的过犯, 我来的时候, 为何无人等候呢, 我呼唤的时候, 为何无人回答呢, 我的绑壁岂是缩短, 不能救赎吗, 我岂无拯救之力吗, 看啊, 我一斥责, 海就潜了, 我使江河变为旷野, 其中的鱼音无水腥臭, 干渴而死, 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 以麻布为遮盖, 主耶和华次我有学问之人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按时向疲乏人说话, 他每早晨提醒, 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像有学问的人一样, 主耶和华开通, 我的耳朵, 我并没有悲逆, 也没有退后, 人打我的背, 我任他打, 人把我塞夹的胡须, 我由他拔, 人如我, 涂我, 我并不掩面, 主耶和华必帮助我, 所以我不爆亏, 因此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 我也知道我必不知蒙修, 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 谁要与我争论呢, 可以与我们一同站立, 谁与我作对呢, 可以就近我来, 看啊, 主耶和华要帮助我, 谁能定我有罪呢, 看啊, 他们都要向衣服渐渐救了, 喂助虫所咬, 你们中间谁是敬畏, 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 行在暗中没有亮光的, 当依靠耶和华的名, 仗来他的神, 看啊, 你们反点火, 用火花围绕自己的, 可以行在你们的火光里, 并你们所点的火花中, 这是我手锁定的, 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 你们这追求公义, 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 当追想你们所凿而出的磐石, 所挖而出的岩血, 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和生养你们的撒拉, 因为我独选召他, 赐福与他, 使他人数增多, 耶和华要安慰西安, 和西安一切的荒场, 使他的旷野像伊甸, 又使他的荒漠像, 耶和华的园子, 在其中必有欢喜, 快乐, 感谢, 和歌唱的声音, 我的百姓, 当听我言, 我的国民要向我侧耳, 因为训会必从我而出, 我必使我的宫里安然, 为百姓之光, 我的公义临近, 我的救恩发出, 我的绑币要审判众民, 海岛都要等候我, 以赖我的绑币, 你们要向诸天举目, 观看下地, 因诸天必向烟云消散, 地也必如衣服渐渐旧了, 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 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 我的公义也不废掉, 知道公义, 将我训会存在心中的民, 你们要听我言, 不要怕人的辱骂, 也不要因人的毁谤害怕, 因为蛀虫必咬它们, 好像咬衣服, 虫子必咬它们, 如同咬羊毛, 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 我的救恩直到世世代代, 耶和华的绑币啊, 行起, 行起, 以能力卫衣穿上, 像在上古的年日, 古时的世代行起一样, 从前砍拉哈勃, 又伤了龙的, 不是你摩, 曾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河, 石海的深处便未熟民, 经过之路的, 不是你吗, 为此, 耶和华旧熟的民必归回, 歌唱来到西安, 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 忧愁悲伤尽都逃避, 我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 竟要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 却忘记铺张诸天, 立定立基, 创造你的耶和华, 又因欺压者, 像是快要行毁灭所发的烈怒, 天天害怕, 其实那欺压者的烈怒在哪里呢, 被掳去的籍带释放, 叫自己不死在坑中, 食物不至缺乏, 唯有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分开洋海, 就是波浪喷轰的海洋大军之, 耶和华是他的名, 我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 用我的手影遮蔽你, 为要栽定诸天, 立定地基, 又对西安说, 你是我的百姓, 耶路撒冷啊, 醒起, 醒起, 站起来, 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烈怒之杯, 你喝了那使人战惊之杯的渣子, 并且挤出喝净, 他所生育的珠子中, 没有一个引导他的, 他所养大的珠子中, 没有一个扶持他的, 这两件事临到你, 谁为你忧愁, 荒凉, 毁灭, 饥荒, 刀兵, 我能借着谁安慰你呢, 你的众子发昏, 在个街口上躺卧, 好像野牛在网络之中, 他们都满了, 耶和华的烈怒你, 神的斥责, 因此, 你这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 要听我言, 你的主耶和华, 就是为他百姓便屈的, 神如此说, 看啊, 我已将那使人战惊的杯, 就是我烈怒之杯的渣子, 从你手中接过来, 你必不至宰喝, 我却将这杯, 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 他们曾对你说, 你屈身, 由我们践踏过去吧, 你便以被卫帝, 好想接到, 人人经过, 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 西安啊, 行起, 行起, 披上你的能力, 圣诚耶路撒冷啊, 穿上你华美的衣服, 因为从今以后, 未受割礼, 不洁净的, 必不再进入你中间, 耶路撒冷啊, 要抖下尘土, 起来坐在位上, 被卤的女子西安啊, 要解开你景象的锁链,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是无价自卖的, 也必无钱被赎,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从前我的百姓下到埃及, 在那里寄居, 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 如今我在这里的肾魔呢, 耶和华说, 挟制他们的使他们哀嚎, 我的名天天受亵渎, 所以, 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 到那日, 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 看啊, 是我, 那报佳音, 传平安, 报好信, 传救恩的, 对西安说, 你的神作王了, 这人的脚登山何等加美, 你守望之人要扬起声来, 他们要一同歌唱, 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 他们必亲眼看见, 耶路撒冷的荒场啊, 要发起欢声, 一同歌唱, 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 就赎了耶路撒冷, 耶和华已在列国眼前露出圣壁, 地级的人都必看见我们神的救恩, 你们离开, 离开吧, 从那里出来,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要从其中出来, 你们扛台, 耶和华弃敏的人啊, 物要自洁, 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 也不至奔逃, 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 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 看啊, 我的仆人必行事通达, 必被高举称颂, 且成为极高, 许多人因你惊奇, 他的面貌比谁都憔悴, 他的形容比世人苦高, 这样, 他必习敬许多国民, 君王要向他闭口, 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 他们必看见, 未曾听见的, 他们要思想,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榜臂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毕生长如嫩芽, 像根出于前地, 他无家型美容, 我们要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切勿他,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我们眼面, 彭扶像他眼面不看的一样, 他被藐视,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迹打苦呆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的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的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时, 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受苦, 仍不开口, 他像绵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从牢狱和审判, 他被取出, 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呢, 原来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 他使他的坟墓与恶人同埋, 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因为他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 他使他受痛苦, 你要以他性命为赎罪迹之时,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我的义仆因有知识必使多人称义, 因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与微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卤物, 因为他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 你这不育而不怀孕的, 要歌唱, 你这未曾怀胎阵痛的, 要发声歌唱, 大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这是耶和华说的, 要扩张你账目之地, 张大你居所的慢子, 要放长你的绳子, 兼顾你的钉子, 不要限制, 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 你的后裔必得外邦人为业, 又是荒凉的诚意有人居住, 不要惧怕, 因你必不至蒙羞, 也不要暴愧, 因你必不至受辱, 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 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 因为你的造物主是你的丈夫, 大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你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必成为全地之神, 耶和华照你, 如照被离弃灵理忧伤之父, 又如幼年所取被弃的妻, 这是你神所说的, 我离弃你不过片时, 却要施大恩将你收据, 我的怒气烧发, 向你掩面片时, 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 这是耶和华你的, 救赎主说的, 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 我怎样启示, 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 我也照样启示不再向你发怒, 也不斥责你, 大山要挪开, 小山要迁移, 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地约也不迁移, 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你这时候困苦, 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 你看, 我必以梅采安置你的石头, 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 我又要以玛瑙石造你的窗户, 以红玉造你的城门, 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学, 你的儿女必大想平安, 你必因公义的坚立, 你必远离欺压, 必不害怕, 你必远离惊吓, 惊吓必不临近你, 看啊, 他们必然聚集, 却不由于我, 凡聚集攻击你的, 必因你的缘故扑倒, 看啊, 吹嘘炭火, 打造合用器械的铁匠, 是我所创造, 残害人, 行毁灭的, 也是我所创造, 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 必不利用, 凡在审判时, 兴起用蛇攻击你的, 你必定他未有罪, 这是, 耶和华仆人的产业, 他们的一从我而得,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没有钱的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 买了吃, 不用钱, 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买, 那不是食物的, 用劳碌的来的买, 那不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意, 听我的话, 就能吃那美物, 得想肥干, 心中喜乐, 你们当侧耳就近我来, 你们当听, 就必得活,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看啊, 我已立他做众民的见证, 为众民的君王和司令, 看啊, 你苏不认识的国民, 你也必召来, 苏不认识你的国民, 也必向你奔跑, 都因耶和华你的神, 并因以色列的圣者, 因他以精荣耀你, 当臣, 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连续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他必多行赦免,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诸天怎样高过大地, 照样,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雨雪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滋生发芽, 使撒肿的有重, 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命所定的事上必然亨通,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 泰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着, 松树长出代替荆棘, 翻十六长出代替吉里,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 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简出, 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守宫廷行宫义, 因我的救恩临近, 我的宫义将要显现, 谨守安息日而不玷污, 禁止棘手而不作恶, 如此行, 如此持守的人便未有福, 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 耶和华已将我从他民中全然分别出来, 太监也不要说, 看啊, 我是枯数,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 拣选我所喜悦的事, 持守我约的太监, 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 在我墙内, 有纪念, 有名号, 比有儿女的更美, 我必使他们永远的名, 不能简出, 还有那些语, 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 要是奉他, 要爱, 耶和华的名, 要做他的仆人, 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 又持守我约的人,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 他们的凡记和别的记, 在我坛上毕蒙悦纳, 因我的殿壁称为众民祷告的殿, 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 说, 在那些被招聚归他的人以外, 我还要招聚别人归病他, 田野的猪兽, 你们都来吞吃, 临终的猪兽, 你们也要如此, 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 他们都是无知, 都是哑巴狗, 不能叫唤, 淡之睡觉, 躺卧, 喜爱打短, 他们是贪食的狗, 不知饱足, 是不能明白的牧人, 都偏行几路, 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 他们说, 你们来吧, 我去拿酒, 我们饱饮浓酒, 明日必和今日一样, 还要越发多多加增, 以赛亚书第57章, 一人死亡, 无人放在心上, 慈悲人被收去, 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 是免了将来的祸患, 他们必得进入平安, 他们必在床上安歇, 这些个人是塑形正直的, 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 肩腐与淫妇的种子, 都要前来, 你们向谁戏笑, 向谁张口吐蛇呢, 你们岂不是叛逆的儿女, 虚晃的种类, 在个清脆树下与偶像自焚, 在石穴下的猪骨, 杀了儿女呢, 在河中光滑石头里, 有你的分, 他们就是你所得的分, 你也向他们交了奠计, 显了肃静, 在这些事上, 我焉能得安慰呢, 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 安设你的床, 你就是上那里去陷阱, 你又在门后, 在门框后, 立起你的纪念, 你宁向外人赤路, 也不像我, 并且上去, 你扩张你的床, 又与他们立约, 你在那里, 看现他们的床, 就甚喜爱, 你把油带到王那里, 又多加香料, 打发使者王远方去, 自贬直到地狱, 你因路远疲倦, 却不说, 这是枉然, 你已未寻的你守的命, 所以不觉愁苦, 你怕谁, 因谁恐惧, 竟说谎, 不纪念我, 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 我不是自古闭口不言, 你不怕我吗? 我要指明你的公义, 和你所行的, 他们都必与你无异, 你哀求的时候, 让与你同群地拯救你吧, 风却要把他们刮去, 虚空要抓住他们, 但那投靠我的弊的地土, 必承受我的圣山位业, 耶和华要说, 你们修住修住, 预备道路, 将半角石, 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 因那至高至上, 住在永远, 名为, 圣者的如此说, 我住在既高且圣的所在, 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 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我必不永远相争, 也不长久发怒, 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毕绝了, 因他贪婪的罪孽, 我曾发怒击打他, 我自藏发怒, 他却仍然随心被盗, 我看见他所行的道, 也要医治他, 又要引导他, 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 再得安慰, 我造就嘴唇的果子, 愿凭安康太归于远处的人, 也归于近处的人, 并且我要医治他, 这是耶和华说的, 唯独恶人, 好像翻腾的海, 不得安息的时候, 其中的水就涌出污秽和淤泥来, 我的神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 你要大声喊叫, 不可止息, 扬起声来, 好像吹号, 向我百姓指示他们的过犯, 向雅各家指示他们的罪恶, 他们天天寻求我, 乐意明白我的道, 好像行义的国民, 不离弃他们, 神的典章, 他们向我求问公正的叛语, 喜悦亲近, 神, 他们说, 我们近时, 你为何不看线呢? 我们刻苦己心, 你为何不理会呢? 看啊, 你们近时的日子仍求利益, 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看啊, 你们近时, 确争闹辩论, 以凶恶的拳头打人, 你们今日近时, 必不得使你们的声音, 听闻余上, 这样近时, 岂是我所拣选, 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 岂是叫人垂头像蒲草, 用麻布和炉灰, 铺在他以下吗? 你这可称谓近时, 为, 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 我所拣选的近时, 不是这样吗?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 解下沉重的丹, 是被欺压的的自由, 以致你们折断一切的恶吗? 不是要把你的丙分给饥饿的人, 江漂流的穷人, 接到你家中吗? 不是要你先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 好顾虚自己的骨肉, 而不掩藏吗? 这样, 你的光就必发出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医治, 要速速显现, 你的公义, 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的荣光, 必做你的后盾, 那时你呼求, 耶和华必应允, 你呼求, 他必说, 我在这里。 你若从你中间, 除掉虫恶和指摘人的指头, 并发虚言的事, 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 是困苦的人的满足, 你的光就必在幽暗中显现, 你的黑暗必变如正午。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中, 使你心满意足, 骨头滋润, 你必像浇灌的原子,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那些处于你的人, 必修造, 就已荒废之处, 你要兴起历代的根基, 你必称未卜破口的, 使众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你若从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为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而且尊敬他, 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以赛亚书第59章, 看啊, 耶和华的绑壁并非缩短, 不能拯救, 耳朵并非发沉, 不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眼面, 不听你们。 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 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 你们的嘴唇说谎言, 你们的舌头出利语。 无一人为公平告状, 无一人平诚实变白, 都依靠虚妄, 说谎言, 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罪孽。 他们肤舌机的蛋, 截至猪网, 人吃他们的蛋必死, 这蛋被踏避出腹舌。 所接的网不能成为衣服, 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 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 手中所做的都是强暴。 他们的脚奔跑行恶, 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 他们的意念都是罪孽, 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 平安的路, 他们不知道, 所行的是没有公平。 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 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 因此, 公平离我们远, 公义追不上我们。 我们等候光亮, 不料是幽暗, 指望光明, 却行在黑暗。 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 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 我们正五半角, 如在黑夜一样, 我们在荒废处中, 像死人一般。 我们咆哮, 巨个如雄, 苦苦哀鸣, 巨个如歌。 指望公平, 却是没有, 指望救恩, 却远离我们。 我们的过犯, 在你面前增多, 我们的罪恶作件正告我们。 我们的过犯与我们同在, 至于我们的罪孽, 我们都知道, 就是违背, 耶和华, 向他说谎, 远离不跟从我们的, 神, 说欺压和叛逆的话, 心怀谎言, 随即说出。 并且公平转而退后, 公义站在远处, 诚实在街上扑倒, 公正也不得进入。 诚实断绝, 离恶的人反乘略物。 那时, 耶和华看现没有宫廷, 就不喜悦。 他见无人拯救, 无人带求, 甚为诧异。 就用自己的绑壁施行拯救, 以公义支持自己。 他以公义为凶甲, 以拯救为头盔, 以报仇为衣服, 以热心为外袍。 他必按他们的行为施暴, 向他的敌人发烈怒, 报复他的仇敌, 向海岛施行报应。 如此, 他们从日落之处 必敬为耶和华的名, 从日出之地 也必敬为他的荣耀。 当仇敌要来好像洪水, 耶和华的, 灵就树立旗帜抵挡他。 必有一个救赎主来到西安, 又往雅各族中 转离过犯的人那里,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加给你的灵, 传给你的话, 必不离你的口, 也不离你后翼, 与你后翼之后翼的口, 从今直到永远。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第六十章, 兴起, 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显现照耀你。 看啊, 黑暗要遮盖大地, 游暗要遮盖众民, 耶和华却要起来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在你身上的剑。 外邦人要来救你的光, 君王要来救你显现的光辉。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 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 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 你的众女在你旁边受奶。 那时, 你看见就流归, 你心又惊慌又宽敞, 因为海中丰盛的货物, 必转来归你, 成群的外邦人也必来归你。 成群的骆驼, 并米殿和以法的毒蜂驼, 必遮满你, 誓巴的众人都必来到。 他们要奉上黄金荷香, 又要传扬耶和华的赞美。 积达的羊群, 都必聚集到你这里, 你拜约的公绵羊, 要供你使用, 同在我坛上必蒙悦纳, 我也必荣耀我荣耀的殿。 这些飞来如云, 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 海岛必等候我, 首先是他施的传之, 将你的众子连, 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 都归耶和华你, 神的名, 又归以色列的, 圣者, 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 外邦人的子孙, 必建筑你的城墙, 他们的王必服侍你, 我曾在我怒中击打你, 现今却施恩连续你。 因此, 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 昼夜不关, 使人把成群的外邦人带来归你, 好使他们的君王也被带来。 哪一帮哪一国不是奉你, 就必灭亡, 那些国必全然荒废。 黎巴嫩的荣耀, 就是松树、山树、 黄阳树都必一同归你, 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 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的荣耀。 素来苦待你的, 他们的子孙也必屈身来救你, 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 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 为以色列圣者的西安。 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 甚至无人经过, 我却使你便为永远的荣华, 成为世世代代的喜乐。 你也必吃外邦人的奶, 又吃君王的奶, 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淑主雅各的大能者。 我要拿金子代替铜, 拿银子代替铁, 拿铜代替木头, 拿铁代替石头, 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 以公义为你的监督。 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 境内不再听见荒废毁灭的事, 你必称你的强位拯救, 称你的门位赞美。 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 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 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 你, 神要为你的荣耀。 你的日头不再下落, 你的月亮也不退缩, 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 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 你的居民也都成为义人, 永远得地畏业是我种的栽子, 我守的工作使我得荣耀。 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 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 我耶和华要按他的时候速成这事, 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千倍的人, 他差遣我一好伤心的人, 宣告被掳的得失放, 给被囚的开奸牢, 宣告耶和华的恩年,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赐华关与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游代替悲哀, 在每一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称谓公益术, 是耶和华所灾的, 叫他的荣耀, 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 兴起先前凄凉之处, 又必重修荒凉之城, 修理历代荒废之地, 那时, 外人必起来募放你们的羊群, 外邦人的子孙, 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 修理葡萄园的, 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 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 你们必吃用外邦人的财物, 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 你们必得双倍的好处, 代替所受的羞辱, 他们分中所得的喜乐, 必代替所受的凌辱, 如此, 他们在境内必得双倍的产业, 永远之乐必归于他们, 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 恨恶人把抢夺的现作繁介, 我要以真理引导他们的座位, 并要与他们利用约, 他们的后裔, 必在外邦人中被人认识, 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 凡看见他们的必晓得他们时, 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 神快乐, 因他已拯救卫衣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华气, 又像新服佩戴装饰, 田地怎样是白骨发芽, 原子怎样是所种的长出, 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列国前发出, 以赛亚书第62章, 我因西安必不静谋, 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 直到其中的公义如光辉发出, 其中的救恩如明灯燃亮, 外邦人必见你的公义, 猎王必献你的荣耀, 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荣官, 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免留,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 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 你却要称为邪西八, 你的地也必称为彪辣, 因为耶和华喜悦你, 你的地也必蒙迎娶, 少年人怎样娶处女, 你的种子也要照样娶你, 新郎怎样喜悦心腹, 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城墙上设立守望的, 他们昼夜必不静默, 你们提说耶和华的不要闭口, 也不要使他歇息, 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绑壁启示说, 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 外邦种子也不再喝你劳碌的来得久, 唯有那收割的要吃, 并赞美耶和华那收剧的要在我圣洁的院内喝, 当从门经过经过, 你们当预备百姓的路, 修筑修筑大道, 捡去石头, 为百姓树立旗帜, 看啊, 耶和华曾宣告到世界的尽头, 说你们要对女子西安说, 你的拯救者来到, 他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的行坐在他面前, 人必称他们为圣民, 为耶和华的属民, 你也必称为蒙找住的, 为不撇弃的城, 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 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 穿染彩衣服的是谁呢? 这装扮华美, 能力广大, 行走而往的是谁呢? 就是我凭公义说话, 以大能施行拯救的, 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 你的衣服为何像踹九诈的呢? 我独自踹九诈, 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 我要在我怒中将他们踹下, 在我烈怒中将他们践踏, 他们的血就必溅在我衣服上, 并要染我一切的衣服, 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 就属我民之年已经来到, 我仰望, 见无人帮助, 我诧异, 因无人扶持, 所以, 我自己的绑壁为我施行拯救, 我的烈怒将我扶持, 我要在怒中踹下众民, 在我烈怒中使他们沉醉, 又要使他们的势力衰微在地, 我要照, 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 提起, 耶和华的慈爱病, 耶和华的美德, 并他向以色列家所示的大恩, 这恩是照他的连续, 和猪般的慈爱赐给他们的, 他说, 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吐谎言的子民, 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并且他面前的天使拯救他们, 他以爱和怜悯救赎他们, 在古时的日子, 尝宝宝他们, 怀揣他们, 他们竟叛逆, 使他的圣灵担忧, 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 攻击他们, 那时, 他想起古时的日子, 摩西和他百姓, 说, 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 从海离领上来的, 在哪里呢? 次, 圣灵在他里面的, 在哪里呢? 以他荣耀的绑壁, 在摩西的右手边引导他们, 在他们前面江水分开, 要建立自己永远的明的, 在哪里呢? 带领他们经过深处, 如马在旷野中, 使他们不半跌的, 在哪里呢? 耶和华的, 临时他们的安息, 庞福牲畜下到山谷, 照样, 你也引导你的百姓, 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 求你从天上垂顾, 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 你的热心和你能力, 你爱慕的心肠, 和你向我们的怜悯在哪里呢? 都止住了魔, 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我们, 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 你总是我们的父, 耶和华啊, 你是我们的父, 是救赎我们的, 你明从横谷就有, 耶和华啊, 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 使我们心里刚硬, 不敬畏你呢? 求你为你仆人, 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 转回来, 你的圣民不过暂时的这产业, 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 我们本是你的, 你未曾治理他们, 他们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 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 愿你裂开诸天而降, 使山在你面前震动, 好像融化之火燃烧的时候, 火将水烧开, 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 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 你曾经可谓的是, 是我们所不指望的, 那使你降临, 山领在你面前倾下, 神啊, 从世界的起初以来, 人未曾听见, 未曾耳闻, 未曾眼见在你以外, 有圣魔神位, 等候他的人预备好了, 你迎接那欢喜而行义, 那些纪念你道的人, 看啊, 你曾发怒, 因我们犯了罪, 这情况已久, 我们必要得救,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物, 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凋残, 我们的罪孽, 好像缝把我们吹去, 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 无人自愤抓住你, 原来你眼面不顾我们, 把我们消灭了, 是因为我们罪孽的缘故, 耶和华啊, 现在你却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你, 你是陶将, 我们都是你守的工作, 耶和华啊, 求你不要大发震怒, 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 我们求你垂顾, 我们都是你的百姓, 你的圣意乃为旷野, 西安乃为旷野, 耶路撒冷乃是荒场, 我们圣洁华美帝殿, 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 备火焚烧, 我们的美物尽都荒废, 耶和华啊, 有这些事, 你还忍得住吗? 你仍静默使我们身受苦难吗? 以赛亚书第65章, 素来没有求问我的, 现在寻找我,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献, 对没有称谓我名下的国, 我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整天向那叛逆的百姓伸手, 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 这百姓时常当我的面惹我发怒, 在园中献祭, 在砖坛上烧香, 在坟墓间流荡, 在隐秘处住宿, 吃猪肉, 他们器皿中有可增之物做的汤, 且对人说, 你站开吧, 不要挨近我, 因为我比你圣洁, 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 是整天烧着的火, 看啊, 这都写在我面前, 我必不静默, 倒要施行报应, 就是报应在他们怀中, 将你们的罪孽, 和你们列祖的罪孽, 就是在山上烧香, 在缸上亵渎我的罪孽, 因此, 我要把他们先前所行的量, 在他们怀中,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葡萄中寻的新酒, 人就说, 不要毁坏, 因为福在其中, 我因我仆人的缘故, 也必照样而行, 不将他们全然毁灭, 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 从雅各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 我的选民必承受他, 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 沙伦必成为羊群的圈, 亚哥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 都未寻求我的民所得, 但你们是那些离弃, 耶和华, 忘记我的圣山, 为那军队百倍沿袭, 给那树木摆设惦的, 因此, 我要竖定你们归在刀下, 都必屈身被杀, 因为我呼唤, 你们没有回答, 我说话, 你们没有听从, 反倒在我眼前行恶, 拣选我所不喜悦的,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的仆人必得吃, 你们却饥饿, 我的仆人必得喝, 你们却干渴, 我的仆人必欢喜, 你们却蒙羞, 看啊, 我仆人必因心中高兴欢畅, 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 又因灵理忧伤哀嚎, 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 为我选民指着咒诅, 因主耶和华必杀你, 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 好叫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 必平真实的神求父, 在地上启示的, 必指真实的神启示, 因为, 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 也从我眼前隐藏了, 看啊, 我造新的诛天, 新的大地, 从前的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 永远欢喜快乐, 看啊, 因我造耶路撒冷, 为人所喜, 造其中的居民, 为人所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 在他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 和哀嚎的声音, 其中必没有数日妖王的婴孩, 也没有受数不满的老者, 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 有百岁死的罪人, 倒算被咒诅, 他们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 吃自己的果子, 他们建造的, 别人不得住, 他们栽种的, 别人不得吃, 因为我民的日子, 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 必长久享用, 他们必不突然劳碌, 所分娩的, 也不遭患难, 因为他们是蒙, 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 他们尚未求告, 我就应允,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垂听, 豺狼必与免羊羔羔同时, 狮子必吃草与公牛一样, 尘土必做蛇的食物, 在我圣山的便处, 托们都不伤人, 不害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 耶和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在哪里造殿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耶和华说, 那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 所以就都有了, 但我所看顾的, 就是心灵穷乏痛悔, 因我画战精的人, 宰牛的, 好像杀人, 羡绵羊羔的, 好像砍断狗像, 献公武的, 好像献猪血, 烧香的, 好像称颂偶像, 他们拣选自己的道路, 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 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 是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 因为我呼唤, 无人回答, 我说话, 他们不听从, 反倒在我眼前行恶, 拣选我所不喜悦的, 你们因, 耶和华言语战精的人, 当听他的话, 你们的弟兄, 就是恨恶你们, 因我敏感出你们的, 曾说, 愿耶和华的荣耀, 但他必显现, 使你们喜乐, 他们就蒙羞, 有响声出自城中, 有声音出于殿中, 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 他未曾阵痛就已分娩, 他未觉疼痛就生出难害, 这样的事谁曾听见, 谁曾看见呢, 地岂能一日造出, 国岂能立时而产, 因为西安一阵痛, 便生下儿女, 耶和华说, 我既使他临产, 岂不使他分娩呢, 你的, 神说, 我既使他分娩, 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 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 你们为他悲哀的, 都要因与他一同欢喜而乐, 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 吃奶的饱, 使你们在他丰盛的荣耀挤奶喜乐,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要使平安严吉他, 好像江河, 使外邦人的荣耀严吉他, 如同永流的西河, 然后你们要从中吸引, 你们必蒙他抱在肋旁, 摇弄在西上, 母亲怎样安慰儿子, 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你们也必在耶路撒冷的安慰, 那时你们看见这事, 必心中快乐, 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菜书一样, 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 向他仇敌所发的恼恨也为人晓得, 看啊, 耶和华必与火同降, 并且与他同林的战车好像旋风, 以猎怒施行报应, 以火焰施行责罚, 因为耶和华必以火和刀与凡有血气的相争, 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 那些分别为圣, 洁净自己, 在园中躲在其中一棵树的后头, 吃猪肉和可增之物并鼠类的, 他们必一同灭绝,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 事后将到, 我必召聚各国各方, 他们要来看现我的荣耀, 我要显神祭在他们中间, 从他们逃脱的, 我要岔到列国去, 就是导塔师, 普勒, 拉宫的路德, 土巴和雅丸, 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 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 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外邦人中, 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 使他们或骑马, 或坐车, 坐轿, 骑骡子, 骑快形的牲口, 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 作为公务献给, 耶和华, 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成公务奉到, 耶和华的殿中,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我也必从他们中间, 取人为祭司, 为礼为人, 耶和华说, 我所要造的新诛天, 新大地, 怎样在我面前长存, 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 也必照样长存, 每逢月说, 安息日, 凡有血气的, 必来在我面前敬拜,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他们必出去, 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 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 他们的火是不灭的, 凡有血气的, 都必憎恶他们。 感谢观看,